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具身体记忆里最后吃下的东西 好像是丹药 这味道 看来这丹药应该是过激废丹 难怪吃了会要人命 我现在好像是一个富家少爷 莫非我终于开始走大运了 依照这种套路 这个时候我应该有外挂才对啊 喂 金手指 在吗 或者系统 你在不在 给个回应啊 我在 果然如此 快说 你是什么系统 开局无敌系统 开始匹配 快点 配对失败 等等 失败 鉴于宿主前生经事都是趋势于食物中毒 特意给宿主匹配时间调节系统 呃 时间调节系统 时间调节系统初级阶段开启 宿主现在可以调节 世间万物前后五年内的时间状态 呃 时间状态 什么意思啊 例如 宿主可以通过系统改变过期食物的保质期 使食物新鲜如初 什么 改变食物的保质期 这系统也太弱了吧 更多功能 请自行探索 三 站 不是吧 就这样 太坑了吧 唉 算了 油总比没有强 既然能调节万物 先试试看 系统 把这枚丹药调回到五年前 这就是 时间调节系统 成功了 这四亿的丹药芳香 绝对没问题 根据我的记忆 这些丹药能大幅提升修为 趁着新鲜 吃了再说 真的有用呢 我能感觉到 有股气息往丹田涌来 快要突破的样子 好像差了点 一枚丹药的灵力不够啊 系统 丹药状态 调回五年前 继继续服用 咱们一起来 我没单要全部吃完了 还是不行 我这身体的修行天赋 性战如此之地 有点糟糕啊 从记忆来看 我的父母都是王侯静的大修行者 但已失踪多年 现在陈府当家的是我的姐姐陈素颜 不过和我并无血缘关系 是我父母收的养女 陈素颜本想让陈岛成年后接手家主之位 但因为陈岛一直无法修行 陈府有些人就想夺走其继承权 难怪为了突破修行禁锢 竟然乱吃药吃掉了性命 哥儿几个 我突破那气境第七层了 十七岁就到第七层 放眼整个陈府都是金资卓越啊 七层 这也太快了吧 那气境 开启修为后的真正气点 要达到这一境界 需要基础呼吸法打好基础 那功法我也一直在苦练 可为何就是无法开启修为 十七岁到了七层 陈岛 你有希望进入皇武学院啊 不过 我前身练了十年也没结过 那系统说能调节万物 不知道能不能调节一下 这功法的进度 好 去试一下 那不是陈少主吗 他是什么 他不会是也想进皇武学院吧 他从小到大浪费了多少家族资源 却连修为都没开启 你们认为有可能吗 说的也是啊 好了 此事 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同意 祖言 师父和师娘失踪后 陈岛师弟不适合修行 让出皇武学院的名额 有何不妥 陈家是师父和师娘创立 他们就算失踪 这陈家一切也归陈岛所有 你们有什么资格拿走名额 而且陈兴远 你和我一样都是师父师母收养的孤儿 要不是师父师母 你早就饿死街头了 你竟敢说出那样的话 你 苏言 不是我们非要剥夺少府主的名额 实在是他自己不争气呀 就是 陈岛这么多年浪费了堆积如山的资源 还是没开启修为 给他皇武学院的名额 就是浪费 好了 就在这里试吧 系统 将我修炼陈世呼吸法的修炼时间调到五年后 真的可以 这 太奇妙了 脑海中瞬间多了许多对基础呼吸法的理解 成功了 我终于顺利突破到那气境了 有了这个系统 就算我现在资质很差 但是时间可以弥补一切 今日似乎会有一场大戏在陈家上演 这也是前身病急乱投医 最后却因为吃了肺丹药而死的原因 如今我可不能错过了 我知道 自从师父和师娘失踪之后 一直就有人在我背后蠢蠢欲动搞小动作 尤其是你陈兴远 你拿走陈岛的名额 不就是为了给你未婚妻柳婷儿吗 不说八道 陈苏言 我也明确告知你 陈家 不是你一人说了算 我们这么做 是为了陈家成体利益 今日之事 要怪就怪陈岛无修行天赋 无法开启修为 谁说我未开启修为 陈岛 来 乖乖 你怎么过来了 素颜师姐 我听说你们在议事 就过来看看 这里没你的事 你先回去吧 师姐会处理好一切 慢着 陈岛师弟既然来了 就一起谈谈今天的事情吧 你说好吗 好啊 那就谈谈 沈心远 刚才你最大声 你先说 陈岛师弟 等一下 现在是在大殿议事 叫我少府主 陈岛今天怎么了 和平常唯唯诺唯的表现 很不一样 谈什么 说吧 少府主 既然这样 我就明说了 因为你至今未开启修为 大家提议让你放弃 皇巫学院的名额 由陈家更杰出的弟子 去皇巫学院学习 你说说看 明额给哪位结出的弟子 我们觉得柳婷儿就不错 婷儿年纪轻轻 修为已经是陈家年轻一辈中的 瞧瞧者了 柳婷儿是你未婚妻 当然不错 陈兴远 你真是不要脸 你 姐 她这哪里是不要脸 她明明就是臭不要脸 不管怎样 柳婷儿早在五年前就开启修为 不是少府中你能比的 是吗 陈兴远 皇朝之所以给陈家一位免世名额 是为了奖励陈家对皇朝的贡献 而这个奖励 是给陈家的直系后人 柳婷儿一个外星之人 何德何能 外星之人怎么了 他竟然入了陈家 就是陈家的人 如果他进入皇巫学院 日后对陈家的贡献 绝对比你这个终生 不能开启修为的少府主强 陈兴远 你 少府主 自从府主和府主夫人失踪后 陈家没落已成定局 陈家需要后起之秀 希望少府主能为陈家作下 就是 少府主要以大局为重 不让又如何 你们一个个欺负陈导算什么 有本事冲着我来 陈苏妍 你已经考入玄武学院 还能在陈家待到几时 而且这事怨不得别人 少府主不能开启修为 占有名额就是浪费 谁说我不能开启修为 你要是能开启修为 我这陈子倒过来写 那你就瞧好了 少府主 我开启修为了 师弟 你 你真的开启修为了 嗯 姐 是真的 太好了 这么多年 你终于成功了 姐 放心吧 我以后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嗯 我相信你 对了 东尔星远 你还有何话说 你叫我什么 陈字倒过来写 不就是东尔 你很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不配姓陈 哼 少府主这些年修行不怎么样 嘴皮子倒是长进不少 陈星远 你当真以为我会认你欺负师弟 我有说错吗 大家都明白 他就是个废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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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星远一掌就被击退了 陈素颜不愧是龙陵帝国都出名的天之娇女啊 啊 啊 这陈素颜确实咬你 修为竟又提升了一大劫 诸位长老 陈道已经开启修为 你们如何说 既然少府主已经开启修为 我支持少府主前往皇武学院 不错 我也同意 我觉得还是不妥 少府主就算能修行 但日后的修行速度恐怕极为缓慢 所以 我倒是有一个折衷的办法 那就是 让柳亭儿挑战少府主 胜利者 获得皇武学院的名额 少府主 按照我们陈家的规矩 有同辈弟子挑战 你不得拒绝 我不同意 姐 这件事很归要解决 让我来处理吧 陈道 我可以答应柳亭儿的挑战 不过 什么时间决斗 由我定 可以 但距离皇武学院开学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挑战 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 可以 看他这一个月修为能怎么提升 走着瞧 就是啊 我看少府主主太年轻了 真是 真是 陈道 你这样做太冒失了 陈行远明显是故意激你 姐 你放心 我有信心战胜柳亭儿 我既然已经开启修为 就不会再让你失望的 那 行 我相信你 姐 陈家的没落 至少让我们看清了很多人的嘴脸 现在没有什么 比提升实力更重要 所以从即日起 我要抓紧修炼了 陈道 你能这么说 我也就放心了 你能这样的打扮 现在我已经开启修为了 先找一些功法联系 增强自己的实力才行 看来 这边的功法还真不少啊 少主 大家各自散去吧 我随便看看 你们对陈导师们客气干嘛 少主开启修为了 我们当然要客气点啊 你们太高看他了 以他的资质 开启修为也不见得有什么大的进展 说得也是 堆了这么多弹药 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开启修为 资质太低 岂不太晚 哪有错呗 刘兴拳 这功法以速度渐长 简单易许 正适合现在的我 这边没人 试试看 系统 刘兴拳的修炼时间调回五年后 吴奠剑 调回五年后 吴奠剑 重点 你把这些功法都调回五年后 奥上 心拳的修炼时间调回五年后 那是 小鹏 伍佑 是 有什么 你也要 那是 那是 有什么 你这一根 你这三根 我 再 不 乒 你这一根 你这一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可以说是了 今天藏书阁有我之事 少主把藏书阁弄得如此杂乱 按照规矩 需收拾整齐才能离开 你给我讲规矩 这藏书阁都是我家的 讲个屁的规矩 你什么 你什么 我给你个机会 少主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眼神的皇武学院的名额 只要你能赢我 我就把名额让给你 当真 出手吧 少主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只要你能赢我 我就把皇武学院的名额让给你 少主 这可是你自己掌虐 废话少说 出手吧 那就让你看看 我刚练成书门镜的火云拳 火云拳 什么 没听说少主有练过火云拳啊 我继续来了 上午他有看过火云拳的功法 你这不可能 你肯定之前修炼过火云拳 不服气的话 你们这几个都可以上 好 好 我来 你 你 快 疾风腿 我也会 什么 他还练着疾风腿 而且也是小城镜 抗起飞虎拳 又是小城镜 少主怎么会这么多的功法 莫非少主也招领悟 成了逆天骄子 你们服了吗 少主 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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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呢 少主 我们心不口服 少主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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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阁 我们也走吧 走 老爷 夫人 这么多年 少爷终于开始展露头角了 别说 不 还有 还有 功能 也不 不 有 有 活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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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一股嗦味 岳武郡主说 这是最新炼制的宝元丹 有提气宁神的作用 又拿过气的丹药来骗我 这岳武郡主不是好人呢 行 我收下了 请我多谢郡主 道云下 怎么了 少主 你还没给钱吧 你去跟岳武郡主说 本少主最近急需各类丹药 让他再多送点过来 到时 我最会与他结算 是 到时 我要好好和他算算旧账 系董 丹药时间向回调节五年 只有三枚丹药成功了 看来其他丹药的过期时间太长 回调五年也没有 算了 先吞服这些好的丹药 吸收完再说 没想到这 这三枚丹药如此神奇 竟然让我静静一下子提升了酒层 只差一线 就突破到纳元境了 看来 要多弄些丹药才行 陈导 姐 你来了 藏书阁的事情我听说了 过来看看 你没受伤吗 我没事 就陈约那种货色 再来几个也伤不了我 你的气息雄厚了很多 难道修位又增加了 姐 我现在的境界是纳七境九层了 什么 纳七境九层 你没骗我 让我看看 确实没错 是纳七境九层 没想到你开始修炼后 进度这么快 不愧是师父和师娘的儿子 你绝对是天才 我这叫后继伯发 本来师姐不太看好 你和柳婷儿的比试 现在放心多了 来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丹药 加紧修炼吧 姐 我现在不需要 我有丹药来源 你有什么来源 现在陈兴远 已经封锁了钱库 根本不会让你动用陈家的钱物 姐 你把丹药都给我 你自己修炼怎么办 我是你师姐 照顾你是应该的 不用为我操心 陈党 接下来你要加紧修炼 然后突破纳圆境 突破需要的园灵之物 我会替你准备好 园灵之物 我查阅过了 与你最配的园灵之物 便是园灵石 所以这几天 我会离开陈家 去园灵山 替你寻找上等园灵石 园灵山 姐 园灵山中凶兽遍地 太危险 不要去了 没事 你师姐我 可不是普通修士 姐 我给你的那颗丹药剂的服用 等着我回来 可恶 素颜 别逞强了 你现在面对的是整个园灵山最强的凶手 真能不胜 有他在 你今天是不可能取得那园灵石的 二皇子 你身份尊贵 千里迢迢来此 就只是为了说这些吗 那我就直说了 素颜 我需要一个未婚妻 增加在我父皇心中的分量 这关我合适 素颜 作为近几百年来最杰出的天骄 你做我未婚妻最合适了 这绝不可能 素颜 只要你答应做我未婚妻 我立刻就帮你取得那园灵石 而且我皇子身份加你财帽双全 你我结合是相得一张两全其美啊 你不用再说了 我是不会答应的 是吗 看样子那蒸灵兽 要准备吸收园灵石了 你时间不多了 不好 千里印 不愧是陈素颜 这种神话再现版的天赋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不错 所有子女辅助 皇子与后谋使人将试散功倍 武虎天意啊 看来对他我要费点心才行啊 聂处 快快让开 否则我让你魂飞魄散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天女印 雷压 这蒸灵兽 好像他激发血脉 什么 神皇血脉 这蒸灵兽 如果觉醒的是神皇血脉 那陈素颜就危险了 这 你们快过去帮助他 是 这蒸灵兽 竟然困了我的天女印 陈小姐 我们祝你一臂之力 不愧是具有神皇血脉的妖兽 不愧是具有神皇血脉的妖兽 我们接近王后的修为 竟然无法留住他 素颜 恭喜你 这颗等级最高的园灵石 终于被你得到了 刚才多谢二皇子相助 来日必当感谢 素颜 等皇子第一次见你就对你心生爱慕 刚才的请求 何不再考虑一下 不用考虑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有意思 殿下 这陈祖颜未免太过高傲了 你可是堂堂一国皇子 他竟然就这么走了 高傲才好 不然胭脂俗粉 怎么配得上本皇子了 师姐给我的这枚丹药 凌厉充沛 药香浓郁 一看就不是岳武郡主那些废坛能皮的 所谓纳元境的突破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境界修为突破纳元境 第二个就是契合园林之物 因为园林大陆修饰修炼 每跨入一个境界都必须寻找相应种类的园林之物破境 突破纳元境的园林之物是灵石类 以后的境界则会需要植物类 兽类的园林之物 园林时宿颜姐已经帮我去场了 我现在还是先突破修为要紧 师姐的好意不能浪费 要尽快突破到纳元境 等师姐带回来园林之物 我再契合园林之物便可 此时当真 弟子亲人所见 素颜小姐确实带回了一颗七彩园林石 可恶 七彩园林石是等级最高的园林石 没想到真被陈素颜得到了 远哥不要着急 就算陈岛突破到纳元境又如何 别忘了 我可是纳元境九层 距离灵海竟只有一步之遥 他不会是我的对手 丁儿 陈岛最近的表现有些不同寻常 不错 前日在藏书阁 他短时间内就学会了多种功法 就像是开了窍一样 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气势 而且 琴儿一举就击败了我 远哥 这可如何是好 我那皇武学院的名额 岂不是危险了 亭儿 放心吧 那个名额定是你的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远哥 你对我真好 姐 你回来了 这个你拿着 七彩园林石 姐 听说这种等级最高的园林石 是有强大妖兽看护的 你没受伤吧 放心吧 我没事 必用这颗园林石抓紧突破 半个月后 你一定可以战胜那个柳婷儿 有着最高级的园林石 我几乎可以达到完美其合 突破后战力飙升 只是有的人 可能要坐不住了 尚主 陈素颜小姐有急事找你 让你赶紧过去 带我过去 您想到这么轻松就拿到了 真是个蠢货 盗窃园林石可是背叛家门的重罪 你 你 陈月 按家法处置 就是废去修为逐出家门 你是自己动手 还是我来 确实是我小看你了 看来你早就猜到我要来了 不不那又如何 园林石还是被我拿到了 好 是吗 那你看这是什么 可恶 竟然是空的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现在投降只控陈星渊 我倒是可以饶你一命 饶我一命 就凭你留不住啊 纳元镜九层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修为增长得这么快 活手三手 不投降 我就毙了你 这都是你逼我的 我这天雷浮的威力 相当于灵海境巅峰的权力一击 就算你是纳元镜九层 也难逃一劫 攻击辅咒 这确实有些麻烦 怎么回事 哪里的动静 在少女的房间里 不好 有人来了 少主 别怪我 一路都好 好凶猛的雷电 什么 目标竟然是 我手中的七彩园林石 怎么回事 为什么没有批中陈岛 给我批他 接下来他 就不会有人知道今天他事成了 灭口吗 远哥 陈岳果然不是陈岛的对手 幸亏你提前准备了那枚福禄 陈岛难道真开窍了不成 这废物的成长速度 还真是让人吃惊 好在元灵石被击碎 陈岳也是死无对证 不然契合了那枚最强元灵石 这废物的实力 恐怕会突飞猛进 远哥 为何不直接解决了陈岛 岂不是一劳永逸 现在不是时候 毕竟陈汪府的一切 还没有真正被我掌握 尤其是王侯使下的那个资格 平儿 虽然这次阻止了陈岛 契合最强元灵之物 但陈岛已经突破到纳元境 我有些担忧 他这种恐怖的修行速度 在鄙视的时候 会对你造成危险 远哥放心 我绝对会战胜陈岛 你是真正的做大事的男人 平儿会用尽一切帮你 陈岛 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 七彩元灵石 怎么碎了 陈岛作为陈家子弟 大逆不道 竟然想要谋害少主 真是罪有应者 这背后是谁指使的 诸位长老已经心知肚明 大逆不道的是陈星远 立刻通知下去 陈家召开全族大会 让陈星远 过来认罪 少主 陈岛已亡 并无直接证据证明 幕后主使是陈星远 这是不是太冒失了 闭嘴 陈星远对我出手 就是在反叛陈家 到了现在 你还为陈星远说话 是何居心 少主言重了 既然少主想要如此做 我等照做就是 只是到时候 结果未必无少主所愿 少主可要做好准备 我知道 退下吧 姐 你会不会也觉得 我太冒失了 你是陈家少主 你的决定 就是陈家的决定 姐支持你 不过 陈星远绝对不会认罪 恐怕还会倒打一趴 到时候 你这个少主更难服众了 姐 放心 我有把握 可惜 这枚最强元灵石坏了 不然你的实力 肯定能得到极大的提升 稍后 我再去元灵山给你找一枚 虽然不如这一枚 但姐会尽力给你找的最好的 姐 不用 我有办法让它复原 知道吗 七彩元灵石 时间调回到一个时辰前 这 元灵石复原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陈素颜为我可以拼上性命 是我来到这个世界 对我最好的人 我也没必要对他隐瞒什么 姐 这是我的能力 目前只有你知道 姐 陈星远狼子野心 众人皆知 想要陈家安稳 死人不可留 今日我就要对他下手 你既然决定了 那就去做 师姐全力帮你 师姐 几个长老现在多半都偏向陈星远 你先去稳住局势 我稍后过去 听说少主要指控我 听到这事差点没把我笑疯了 少主知道他是在玩火吗 陈星远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 你自己清楚 陈素颜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陈导致明摆着是公报私仇 依我看 他没资格当这个少主了 陈星远 你 素颜 这次少主有些离谱了 这不是胡闹吗 没有证据 这就是污名 够了 你们不担忧少主的安危 却在这儿替陈星远说话 你们失何居心 这陈家到底谁说了算 素颜 别生气 这件事太大了 要是没证据 这如何收场 哼 既然少主敢说 就绝对有证据 无论如何 就算强行镇压 今天也要帮陈导 把陈星远从陈家 踢出出去 证据 你倒是让他拿出来看看 这么久了 他人都还未到 恐怕是吓得不知道 躲到哪里去了吧 东二星远 少主我在这儿 都愣着干什么 还不见礼 没看见本少主到来 见过少主 诸位长老请坐 陈星远 你站住 少主有何吩咐 请死本少主 你可知罪 少主你这是污蔑 污蔑我 你可知道什么后果 跪下 什么 我让你跪下 你算什么东西 敢让我跪 姐 少主让你跪 你就得跪 陈素颜 你干什么 少主让你跪 你没听见吗 诸位长老 你们就眼睁睁地看着陈素颜 为所欲为 陈素颜 你想造反吗 陈素颜 你太过了 陈家 岂容你说动手就动手 这陈家 我只听少主的 你们这些人 竟然把少主的意思说成造反 是何举心 少主 辅主和夫人失踪 这些年是陈兴远才主持陈家 对陈家有功 如此对待一个功臣 是不是有些不妥啊 害人行刺本少主 这就是陈家功臣的所作所为 陈导 说话要讲证据 我问你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谋害你了 不错 没有证据 纵然是少主 也不能如此对待陈家功臣 还逼着陈行远下跪 如何能让大家信服 少主还是说句话 给大家一个交代 陈导 这是你自找的 我看你怎么收场 少主还是太过年轻 不如此事暂时作罢 等调查清楚了 再做决定 行刺少主这等大事 少主也是心急 虽然没有证据 但少主的心情可以理解 各位长老少在这里祸悉你 今日之事不可能善良 我陈兴远 还从未受到过如此侮辱 今日此事要是不给我个交代 你这个少主也就别当了 交代什么 那我就给你个交代 陈月 进来 庄模作样 陈月已亡 此事死无对证 陈到你再怎么指控我 也是徒劳 陈兴远 可还认得我 陈 陈月 这怎么可能 我明明看过 陈月已经没气了 怎么可能还慌张 陈兴远 我为你办事 行刺少主 你竟然还要将我灭口 你好狠的心 不可能 他肯定不是陈月 陈月已经没有亲戚了 他明知陈岛找人家办的 陈月是我用天类碰灭的 他绝不可能还活着 我来雁明正身 是 是陈月 没有错 什么 陈兴远 你还有何话要说 系统 陈月的时间 像会调整到一个时辰前 这是我第一次对人本身 使用时间调节 班到陈兴远 必须要有确切的证据 所以陈月必须活着 我 我还活着 难道是 系统警告 时间调节不可作用人的生老病死 警告 再有下次 系统将直接原地爆炸 看来系统还是有使用限制的 少主 你 你救了我 是我救了你 费了很大的代价 接下来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我如此对待少主 少主还能救我 以后我这条命就是少主的 少主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陈月在说谎 我根本就没有指使他 是他自己的少主怀恨在心 和我无关 怎么回事 陈月为什么突然活了 陈兴远 你放屁 当日你听说少主得到了七彩圆灵石 你为了避免少主实力 不能巨大的提升 让我毁掉圆灵石 哼 又怕我完不成任务 故意给了我七雷福 只是我没想到 你如此心狠手辣 不但毁了少主的园灵石 还要对我灭倒 地图 陈家养育你 你竟然如此大逆福道 陈兄军 我没想到你真能如此胆大抱歉 诸位长老 你们是信我这个陈家功臣 还是信陈月这个小人物 功臣 陈兴远 这些年你做了什么事 你自己清楚 少主 诸位长老 陈兴远这些年 做了无数对不起陈家的事情 住口 陈兴远这些年私自 宰了你 陈兴远 陈兴远 你继续说 我陈家之所以没落如此之快 第一和陈家两位王侯失踪有关 这些大家都知道 可你们不知道的是 陈家衰败 就是陈兴远一手造成的 陈兴远这些年 中饱私囊 和一些人里应外合 变卖陈家的家产 陈家 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家产 是被陈兴远偷拿出去变卖 获取私利 他这些年 不断通过打压少主 让少主逐渐在陈家 失去威信 而他父亲 则是在陈家中饱私囊 培育党羽 目的 就是把陈家彻底变为己有 此人根本不是什么陈家的功臣 就是一个家贼 你有什么证据 这就是证据 这个账本里 记载了陈兴远这些年 做过的所有坏事 什么 陈兴远 这些年你竟然坏事做尽 你对得起师父师娘吗 师父师娘从小收留你 没想到 你算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今日 我就逼了你 被陈家除害 陈苏妍 住手 陈兴远 你也知道害怕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我承认我做了此事 但我本意只是毁了园林石 并没有要谋害少主 你不能堵我 陈兴远 陈兴远 毕了 不要啊 谁会找事 救我 陈苏妍 走 今日谁敢替陈兴远求情 谁就是陈家叛徒 走 大胆 你是什么人 苏妍小心 死人的修为深不可测 比我等要高不少 快走 行走 天女燕 不好 陈苏妍竟然如此厉害 想看她们 陈苏妍 为他们跑吧 胡佛 从此陈兴远 就是丧家之群 尊卫长老 你们如何 尊少主令 多谢阁下的救命之恩 不知道尊姓大名 这里是哪 阁下如果不说话 那我先离开这里了 那我先离开这里了 陈公子 着什么急呀 岳武郡主 很惊讶吗 是有些惊讶 不过 郡主派人救我 这份恩情 我陈兴远铭记于心 有朝一日 有朝一日 定会相报 少说那些没用的 从现在起 你为我做事 帮我夺得陈家 帮郡主夺得陈家 怎么 不愿意 我知道你有野心 一直想要彻底掌控陈家 但是现在你失败了 哼 要不是陈素颜 我何止于此 陈素颜早晚要离开陈家 我还有机会 都已经成为丧家之犬了 说这些还有用吗 他有病会如何 没有陈素颜 终究是个上不得抬命的东西 哼 别自欺欺人了 陈岛在快速成长 他毕竟是王侯的后代 况且父母还是双王侯 一旦爆发 成长潜力确实惊人 之前我们都小看他了 现在他能扳倒你 以后你更没有机会了 是 为我做事 我对陈家本身不感兴趣 我只要一件东西 愿我郡主想要陈家的王侯令 不错 那王侯令有何用处 这个你无需多问 你只需知道 王侯令并不只是身份的象征 他还代表了一步登天的机会 现在告诉本郡主你的决定 我 我想考虑一番 你确定需要考虑 可是 您实景 哼 要不是怕暴露身份 影响郡主的计划 你真以为老夫能轻易被陈素原击败 是 晴远愿意为郡主 向全马之劳 很好 系统 暗示的时间 像会调整到五个时辰前 秦王府 来救陈心远的人 果然是秦王府岳武郡主 现在陈家内部的毒瘤 已经基本被我拔除 可以安心修炼一段时间了 少主 谁 少主莫荒 是老夫陈太 陈太爷爷 我竟然一瞬间脱口而出脚眼前的老者爷爷 脑海中的记忆里 前身和眼前的老者 关系十分亲近 小时候的陈导 因为父母忙碌经常不在身边 那时候陈素颜 还没有来到陈府 陈太爷爷 所以陈导公布的时间 是由陈太夫的照顾 你不是没有天赋 而是你的天赋还没有展现出来 你是王侯的子嗣 王侯是这世间最强的人 你比这世上大多数人 都更有天赋 真的吗 我不是废物 爷爷怎么会骗你啊 那我继续去修炼了 快来啊 都准备掳走了 都不在 掳走了成熟小少 不怕两位王侯不束手就范 凤了少爷 这家伙 很强 那就和他玩玩 学大爷爷 少爷 老家伙 看你骄不骄 少爷 行 你 你 继续攻击陈导小少爷 老家伙受死 少爷别怕 如果我在 谁也伤不到你 陈太爷爷 那次之后 陈太受伤严重 大部分时间 都在地关修复伤势 不过每当原主有危险的时候 陈太总会第一时间 出现在原主的身边 少主 你最近的表现 我都看在眼里 你能以雷霆之势 迅速掌控陈府 确实成长了很多 不愧是王侯后代 不过 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陈家现在内忧解除 等外患 才是最大的危险 外患 陈太爷爷指的是秦王府 封烟城作为王侯镇守的城池 算上我们陈府 有三大家族 外加一个秦王府 以前你父母在的时候 自然无人敢找事 但是现在 辅主和夫人失踪这么多年 各家势力都在蠢蠢欲动 我该怎么办 辅主曾经和我说过 除非少主有灭顶之灾 其他事情 我不可出手 接下来 还要看少主你自己 少主 其实我今日见你 是给你送这件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府主离开的时候交给我的 特意嘱咐我 在少主能真正掌控陈府的那一天 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打不开 这上面有辅主的封印 只有少主到了一定的修为境界 才能打开它 封太爷爷 我父母 他们真的回不来了吗 园主的记忆深处 对父母有着极深的思念 很多时候 这种突然涌起的感情 似乎让我感同身受 少主不用担心夫主和夫人 他们是王侯 是这世间最强大的人 他们不会有事的 封烟成臣家这些年全靠远哥撑着 他臣道凭什么治远哥的罪 一个有名无实的少主 真把自己当臣家的主人了 不行 我要去皇臣臣家告状 罢出他的少主之位 宁儿 谁 是我 远哥 你们先下去 是 记住 今日的事情不可让任何人知道 日后我带你们去皇城臣家 那里 才是臣家真正的根基 是 柳小姐放心 远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铁儿 我来找你有重要事情 远哥 你放心 我哥现在在皇城臣家说得上话 此事 我必会找臣家主卖给你讨个公道 铁儿 现在当务之急 还是要挫败陈岛的威风 不能让他在臣府树立威信 否则 就算主卖来人 也不好搬到他了 远哥 我该怎么做 还记得他答应和你的比试吗 远哥的意思是 让我当众击败他 夺了他皇武学院的名额 让他这个少主 威信扫地 不错 比试必须马上进行 现在陈岛失去了那颗最强园林石 还未打到林海境 实力远远不是你的对手 而且 他就算突破到林海境 也只能是契合一般的园林之物 仍旧不可能是你的对手 我明白了 明日 就去找陈岛比试 在这个世界 强者未尊 只有成为王侯 才能无敌于天下 今日 我便修为再进一步 突破纳元境 突破了 突破到林海境好 身体的丹田内 会出现一片林海 林海的大小 决定了修士 可以容纳天地灵气的多寡 进而决定了修士的强弱 我的林海只是一个小水蛙 看来我的资质 还真是弱得可怜啊 不过 突破后修士 需要契合园林之物 只要契合到强大的园林之物 同样可以逆天改命 系统提示 境界提升 时间调节范围 增加到五十年 可以前后调节五十年的时间 这样系统的用处就大多了 之前调节五年的时间 确实很多时候不够用 这个园林石 是园林山中等级最高的园林石 并不代表是世间等级最高 据说园林石的等级提升 只能靠时间积累 系统 园林石的时间 向后调节五十年 有效果 变成黑色的了 这个黑色园林石 竟然引起了天地变化 这颗黑色园林石 竟然引起了天地变化 传说只有超越繁体 晋升仙品之物 才会引出天地雷鸣 晴空雷电 这是怎么回事 郡主 此等印象像是由医保出事 我也只是在皇城 有幸见过一次 难道是王侯令 传说王侯令极其神异 非凡铁打造 陈府那边怎么了 陈家是王侯世家 地蕴深厚 这里虽然不是主脉 但是陈家西家的地方 要不然陈家少主 也不会生长在这里 如今有重宝县市 最有可能的便是 陈家王侯令 父亲 现在各家都在定了 陈家的王侯令 您玩到底有什么用 那是无价之宝 只有王侯才被拥有 据说王侯令 可以超脱自我 是修饰梦寐以求的东西 而且王侯令 还可以获得一项无上资格 获得那项资格 能让一个普通人 直接站在亿万修饰之上 超脱和资格 几千年来 这世间的王侯世家 几乎从未变过 所以王侯令 也从未被外人得到过 现在最年轻的王侯世家 陈家没落 大家看到了希望 父亲 我们现在怎么办 去陈家看看 想必现在很多人 都在赶往陈家吧 圣母说现在这颗黑色园林石 经过五十年的时间 再次晋级了 原本顶级的园林石 经过再次升级 让它超脱本身 变得不凡 既然如此 我跟契合它 彻底完成灵海经的固固 园林之物契合成功了 这是 契合了黑色园林石 我体内灵海 从一个小水蛙 竟然变成了一片汪洋 陈导 出来 陈导 你给我出来 如果我没记错 这是柳亭儿的声音 陈导 你我约定过比试 今日我柳亭儿 正式挑战你 柳亭儿 休要胡闹 二长老 这是我和陈导的事情 你少管闲事 别以为你哥 在皇城陈家 问你撑腰 你就如此嚣张 对少主大不敬 是以下犯上 那也要等他的少主之位 坐稳再说 陈导 身为陈家少主 你难道长得多头乌龟 有本事 现在就和我一站 之前你们鄙视之事 少主说过时间由他定 柳亭儿 赶紧离开这里 莫要胡搅满缠 他不出来 我就把他骂出来 陈导 你躲不掉 是的男人就给我出来 来人 把他轰出去 逃避了 你终于 就赶出来了 柳亭儿 我答应你的挑战 少主 二长老 不必多说 我有分寸 郡主 这么匆忙 可是有敌事 郡主 我已经让柳亭儿 今日挑战陈导 只要当着陈家众人的面 让陈导一败涂地 这个少主 也就彻底成了本社 到时候我再回陈家 并能帮助郡主 找到王后令 做得不错 只要事情办成了 本郡主助你成为 陈家真正的少主 谢郡主 郡主这是去哪儿 去陈府 陈府今日显露异响 多半和那枚王后令有关 现在柳亭儿 多半已经击败了陈导 岳武郡主 也正好可以看一下 陈导的狼狈样子 郡主 这么巧 我来看看陈少主 顺便催催张 他可是欠了我不少银子 我也是过来和陈少主 谈谈心 毕竟很长时间 没见陈家这个大废财了 今日倒是来得巧 没想到还有热闹看 和探测到什么 陈想消失 没有探查到王后令的任何信息 陈导 你只要答应我让远哥回归 我可以既往不救 陈心元想谋害我 那是陈月做的 和远哥无关 远哥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陈家多向 事实如此 你替他狡辩也无用 天下王后世家 哪个不是蒸蒸日上 只有陈家日落西山 远哥不过是想要拯救陈家而已 除掉我 就能拯救陈家 至少能让陈家少受些嘲笑 毕竟你这个飞舞少主的名声可是臭名远扬 连累着臣服也是名声不佳 柳婷儿 还记得当初你为什么从皇城陈家来到祖地陈家吗 自然记得 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陪伴你这个所谓的少主 但是谁让你不争气 我是真的一点和你待在一起的兴趣都没有 所以你选择了陈心元 至少远哥少年英姿 除了那个不讲道理野蛮的陈素颜 这陈家就他辞职最好 如果陈家完全交给远哥 绝对比在你手上合适 陈导 你我有约在先 这场比试你逃不掉 陈导 你我有约在先 这场比试你逃不掉 没脑子的女人 你应该叫我受主 你还不配 那我就教教你 什么是规矩 教我规矩 你有那个本事吗 什么 看来陈导的修为 达到领海境了 那又如何 柳天二嫂就入了领海境 陈导在修为境界上差得太多 基本不可能去上 看来我小看了你 没想到你已经破镜了 不过 我是领海境七层 你不是我的对手 这 陈导虽然只是刚进入领海境 但似乎很强 陈导 你打我脸 柳天二 你还知道要脸 我灭了你 你戒得住吗 怎么可能 现在知道本少主的厉害了 你一个臣服外星 算什么东西 也敢对本少主不定 你个废物 你凭什么能胜过我 我不是 你这么强 只有一个解释 你突破领海境的时候 契合了至强元令之物 你的最强元令石已经被毁 难道陈苏妍 又为你找到了一个至强元令之物 少废话 廖天二 你败了 皇武宣言的名额 还是本少主的 陈导 你现在战胜我又如何 你境界已经落后我太多 等我突破到灵桥境 我必会报今日之仇 我们走着桥 站住 你想干什么 我说过 要教教你规矩 你敢动我 我是皇城陈家的人 我 你 你 你废了我的灵海 黄城陈家的人 柳婷儿你是不是傻 这陈家是本少主的 陈导 你敢废了我 你完了 扔出去 不许他再踏入陈家 柳婷儿 你还真当少主 还是以前的那样 你肯定是受陈心远忽悠了 对少主不敬 你这是自取其辱 陈少主 今日让我刮目相看 这岳武郡主 确实紫色绝燕 怪不得很多世家公子 都是他的甜口 原来的陈导也是其中一支 不过这女人心肠太坏了 陈导 没想到你不但开启修为 而且修为提升这么快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还要感谢郡主卖给我的那些丹药 我才能修为突飞莽进 那些丹药 那些废丹真的有作用吗 陈少主 看到你真正掌控陈家 维兄我真心为你高兴 根据记忆 此人叫于明 于家是封烟城的本土大家族 这些年陈家没落之后 一直寄予陈家的展验 维兄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 请说 那我就直说了 陈家这些年逐渐没落 陈府的灵酒房 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正好我于家也有此业务 不如陈家的灵酒房 被我于家收购如何 这样皆大欢喜 少主 不可啊 少主 灵酒房是辅主和夫人留下来的产业 也是陈府收屋的主要来源 没了灵酒房 陈府会一落千丈 于明 你也听到了 灵酒房是陈家的核心产业 你能出多少钱 我于家可以出五百零食 不可能 陈府的灵酒房 曾经是海云城最好的酒房 就算不如以前了 也至少是两千枚灵石 于明 你也听到了 陈府的灵酒房曾经是海云城最好的酒房 两万枚灵石 卖你了 两万枚灵石 你是耍我还是不想卖 我想卖 但你出不起价钱 既然如此 于某告辞 不送 陈少主 你刚刚掌控陈家 可能不知道管理一个大家族的艰难之处 走着瞧好了 陈导确实变了 陈导确实变了 不知道 他还会不会对我严谨计从 寿主 瑜伽和陈家在灵酒房的产业上 一直是竞争对手 这些年陈家逐渐末路 瑜伽趁势而起 利用各种不光彩的手段 抢了我们不少灵酒房的生意 要是福主和夫人还在 这瑜伽连个屁都不敢放 陈导 正好我也有事和你商量一下 镜主请说 我们找个地方 喝喝茶 慢慢聊如何 哦 小知不得 快请 陈导还是那个陈导 我烧给他些和颜月色 他就会喜出望外 果然还是那条田狗 少主 要不要等陈苏妍小姐回来 往日就听问 这个岳武郡主专门坑少主 他肯定没有什么好心思 不用 我能处理 这位可是我的金主 戏还是要演下去 郡主 请吧 多日不见 我甚是想念 大谈 失礼了 实在是我对郡主一片痴情 行不自禁呢 无妨 无妨 走吧 陈导 看见你修为增长如此之快 我替你高兴 小五高兴我就高兴 抱歉 失言了 如果郡主建议 我可以改口 无妨 我们不必那么见外 小五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能帮你的我肯定帮你 既然你对我一片真心 那我就不见外 直说了 我想要陈家的王侯令 好家伙 你还真不见外 直接张口就要王侯令 这是把我当二傻子了吗 我对陈家的两位王侯仰慕已久 所以才想看看真正的王侯令 如果让你为难 那就算了 小五想要王侯令也不是不行 只是陈家规矩森严 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为陈家生个大胖小子 你耍我 我对小五一片真心 怎么会耍你 王侯令事关重大 如果小五为我生了孩子 自然就是陈家的人 王侯令给你也无妨 陈导 我们的关系还没有达到那一步 生大胖小子的事以后再说 我现在就想看看王侯令 竟敢把郡主如此无力 要不是你还有利用价值 老夫让你好看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以真心换真心 真心换真心 我对小五你一片真心 大家都看在眼里 但是小五你对我是否是真心 陈家不少人有不同的看法 我自然对你真心一片 小五需要拿出行动 陈府的人看在眼里 到时候我把王侯令给你 他们自然就无法反对 我明白了 容我侯去想想 我送你 演戏 谁不会啊 陈导 姐 你怎么来了 岳武君主 又想匡骗陈导 陈家不欢迎你 陈素颜 你恐怕对我有什么误解 我对陈导 一片真心 姐 消消气 郡主对我是真心的 真心 告辞 陈导 我会让人再送一些丹药给你 这次免费 小五 你对我真好 陈导 你没事吧 你还相信岳武郡主 姐 你放心 我怎么还会相信她 我要她把之前占的便宜 都吐回来 陈素颜实力如何 我感觉到很大的压力 一对一 我没把我胜她 竟然这么强 少主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按照少主的吩咐 钓到鱼了 姐 还要辛苦你一趟 跟我去抓鱼 抓鱼 远哥 亭儿 怎么回事 你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 远哥 我低估了呢 陈导 陈导的修为已经跨入了灵海境 实力很强 能让你受伤 确实实实力很强 不过没关系 只要胜了就好 亭儿 你辛苦 接下来好好养伤 陈家是我们的了 远哥 我 我败了 什么 你败了 陈导竟然击败了你 陈导有多费 我是知道的 他怎么可能击败你 怎么就不可能 陈兴远 你的末日到了 陈导 你是跟踪柳亭儿过来的 陈导 你利用我 要不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帮你离开 你也就这点作用了 扯物 远哥 我们和他们拼了 亭儿 今日你我就全力一战 大不了葬生死地 不论如何 你和远哥在一起 我无怨无悔 陈家叛徒当诸 陈素颜 我柳亭儿不惧你 什么 远哥 你 远哥 抱歉了 亭儿 远哥 你 想走 追 无论如何 陈兴远不能留 干要还是要多给陈导送去一些 把剩余的都给他吧 都给他 反正那些废丹不值钱啊 本郡主又没有花什么代价 而且他吃了那些废丹 也修炼不出什么名堂了 就让他体会一下 本郡主的一片真心 郡主这么做 确实一举两得 只是曹明公子恐怕会生气 生气又如何 他生气又不会找我麻烦 说得也是 等从这傻小子手里骗到了王侯烈 他也就没用了 郡主救我 怎么回事 小五 这么快又见面了 我在追捕陈家的一个叛徒 没想到这么巧 他逃到你这里来了 他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你说是不是 郡主 救我 救你 小五对我一片真心 怎么会救你这个叛徒 你就别做梦了 郡主 闭嘴 去陈少主逼了这个叛徒 陈导 这个叛徒既然自投罗网 我就替你斩了 小五果然对我一片真心 先告辞了 你说 陈导会不会在演戏耍我 我感觉他和以前很不一样 郡主你并未付出什么 陈导也并未得到什么好处 就算他在演戏又如何 嗯 说得也是 那就走着瞧 少主 这都是岳武郡主送来的丹药 要说这岳武郡主对你还真不错呢 这些丹药表面看不出什么问题 可一旦存放几天立刻就会变质 应该是送来之前 做了一些特殊处理 不然岳武郡主也不会明目张胆的 送了这么多次飞丹 还好我有系统 这次利用系统 得到这么多完好的弹药 够我修为增长一大截了 丹海境一层 二层 三层 丹海境五层 这些丹药品质不低 而且都是极品 不知道岳武郡主从哪里得来的 这个世界丹药很珍贵 寻常势力根本不能炼制 现如今 封烟城也就皇武学院 有炼制极品丹药的实力 少主 进来 少主 不好了 怎么了 瑜伽对我们的灵酒房动手了 带我过去 少主 这一次瑜伽为了抢枫烟城的灵酒生意 不但在对面开了一家灵酒房 还暗地里 挖走了我们这里一多半的灵酒师 简直是太过分了 秦掌柜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干什么去 陈月 你算什么 也配对我大呼小叫 陈安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瑜伽收买了你们 你们要去瑜伽的灵酒房 你们这是叛变陈家 是又如何 少主 不是我不肯留下来 实在是瑜伽给的太多了 少主 这陈安是当年快饿死的时候 夫主从外面捡回来的 他的父母 都是臣府出钱葬的 没想到此人 如此狼心狗肺 陈安 如果你现在留下来 我给你瑜伽的双倍 少主 如何 没想到少主有如此大手笔 听得我还真心动了 不过 臣府的灵酒房产业 已经日落西山 一天不如一天 纵然留下来 没准哪天灵酒房 就彻底倒闭了 而瑜伽的灵酒房 却是一天强过一天 所以我去意已决 那赶紧滚吧 你说什么 我让你赶紧滚 没听见吗 少主 大家好 陈安 坐着瞧 我走了 陈家灵酒房 不出一个月就会彻底倒闭 陈悦 坐下来 是 你不要过来 你敢 我现在是瑜伽的人 住手 公子 救我 陈导 陈安现在是我瑜伽的人 你敢动他试试 废着他 你敢 你敢 孔子 我的手被废了 陈导 当中我的灭 废了我的人 你把我当什么了 走 我们进去 陈导 说什么算 我把话撂在这儿 你们臣服的灵酒房 一个月之内 兵会全部被我们人家奔倒 我们走着瞧 哟 哟 少主来了 少主 少主 现在这里谁在管事 少主 陈安走了 这里数我的级别和资历最高 你叫什么名字 属下陈良 和我说说现在的情况 少主 灵酒房出产的灵酒 已年份论好坏 而调制灵酒 最重要的是叫灵 叫灵的年份 直接决定了灵酒的年份 陈安此贼 之前在我陈家灵酒房 就是负责叫灵的酿制 他走后 陈家无人可以制作十年以上的叫灵 你没有什么应对方 少主 我在这陈家灵酒房 待了半辈子 无论如何 也不想看着陈家灵酒房关门哪 我这几日 就单想办法制作出十年以上的叫灵 就算负责 就算拼了我这条命 也要做到 让陈安的狗贼知道 我陈家灵酒房 少了他照样精灵 绝对不会找兵 陈良 从现在起 你就是陈家灵酒房的负责人 另外 教灵也给我送一份 我也想研究一下 少主 怎么了 灵酒房剩余的叫灵不多了 一共也只剩下四份 而叫灵的繁衍 只有三十年份以上的叫灵才可以 这是陈安离开前 未把叫灵消耗完 想要制我们灵酒房死地 陈良 给我送一份 少主我如果觉得不可行 不会浪费叫灵 那好吧 姐 灵酒房的事情我刚听说 现在怎么样 暂时稳住了 你就是陈家少主 陈导 是我 陈导 这位是当朝二皇子 原来是二皇子 大胆 见到二皇子为何不败剑 无妨 王侯世家有特权可以不败 陈导 陈导 陈家和余家灵酒房之争 本皇子可以从中调解 让余家停止对陈家灵酒房的蚕食 想必余家会给我这个面子 这也是本皇子的一片心意 你懂的 不用劳胆二皇子 此事我能搞定 此事我能搞定 陈家的情况本皇子也知道 本皇子和素颜关系匪险 其实你不用见了 素颜的弟弟就是本皇子的弟弟 是吗 我倒是从未听我姐提起过你 你这样说 我倒是让本皇子有些尴尬了 哼 师弟这些日子的变化真大 以前木讷的他 现在也学会灵牙利指了 拿来吧 拿什么 见面礼 你想当我哥 不给见面礼怎么行 哼 你倒是直接 把那本黄结尚品的功法 搬牛犬给他 是 小子 拿着 黄结尚品 配不上我 小子 黄结尚品的 已经是每个大家族的正足功法 算了 那本玄机中品神风腿给他 拿着 配不上我 看你小子是敬酒不吃吃拔酒 二皇子 你如果没好东西 就别拿出来丢人了 但我陈早没见过世面 皇子 今日我非要替你教训这小子 慢着 这是一不见诀 本皇子也不知道是什么纪念 不过可以肯定 至少是地界功法 地界功法 这个大头皇子 果然有好东西 地界功法 是就算王侯世家也没有的东西 而陈家别说地界功法 没落后 连玄机功法都没有了 盼在 素贤三面之上 不用说了 得我心意 小子 还不赶紧谢官皇子 说谢谢就见外了 来人 送客 既然如此 素颜 我就先走了 回头本皇子再来看你 皇子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这根本不像一位王侯之死该有的做派 不过 皇子 那不功法何等珍贵 整个天水王朝也就这一本 你就这么给那小子了 无妨 内部剑法他练不成 修炼所消耗资源有多大 本皇子一清二楚 本皇子利用天水王朝的底蕴 耗费无数天才地宝 也才勉强练成了一剑 虽然威力却是其他 但练成第二剑 就算卖掉整个王朝换取资云都不够 所以本皇子根本想都不敢想练成第二剑 陈岛 一个没落的陈家少主 陈家现在内忧外坏 他更不可能练成 而且 本皇子拿出如此珍贵之物 才能彰显我对陈素颜的看重 也算是卖给陈素颜一个人情 皇子高明 师弟 你来得正好 我有事要和你说 姐 你说 皇武学院入学的时间马上要到了 皇武学院怎么去 半个月之后 皇武学院大开山门 广收天下各路天才 天下王侯子嗣 皆可有一人免世入学 到时候会有皇武学院的人 来封烟城接你进入皇武学院 姐 这皇武学院如何 你就是从皇武学院进入玄武学院的吧 天帝玄黄四级学院 皇武学院虽然排在最低 但仍然是传说中的存在 是天水王朝最好的修行学院 常人存尽一生也难以进入 从皇武学院出来的弟子 无不成为天水王朝的权贵 至于更上一级的学院 师弟 我只能说风光无限好 需要你自己去领略 你能明白吗 姐 你放心 我明白 只有自身强大才是一切的基础 才是陈家不倒的保证 师弟 你真的长大了 姐 我进入皇武学院后 肯定努力修行 争取早日进入玄武学院 和你会合 好 世界等你 好那个二皇子 怪不得这部高阶功法给得这么痛快 原来这部剑法如此难以修炼 根据这上面的记载 欲练此功 必先准备巨大的资源用以消耗 光是炼成第一剑 就需要五十年年分以上的灵草上万种 还需要特殊的剑灵草上千种 用于感知剑意 形成剑气 别说上万种 就单是溢柱灵草的价值不菲 足以让一个普通人倾家荡胆 修成第一剑 王侯世家都做不到 也许只有集天下资源的皇族才能办到 还是先解决一下教灵的问题吧 系统 成功了 教灵达到了三十年分 他自繁衍 时间系统对每个物品只能使用一次 但新繁衍出来的教灵属于新的物品 应该可以再次使用时间条件 系统 教灵的时间向后调节五十年 来 来 来 是太便宜了吧 来 小主 瑜伽现在主要售卖三十年分的灵酒 而且价格压得极低 显然是故意针对我们 想要彻底击垮陈家的灵酒房 掌柜 现在怎么办 三十年分的教灵 我们始终无法研制成功 是啊 怎么办呀 是我们无能 如果能给我们一年半载的时间 绝对可以研制出三十年分的教灵 掌柜 这么短的时间 研制出二十年分的教灵 已经是奇迹 怎么是无能 可惜 陈家灵酒房 撑不到一年半载 少主不是拿走了一瓶教灵 你说他会不会研制成功 想多了 别说少主都没有接触过教灵 就算是研制教灵的绝对老手 这么短时间也办不到 再说这么多年了 大家也知道少主人事不错 就是这资质太一般 说得也是 真的没办法了吗 少主 少主 怎么都垂头丧气的 请少主责罚 请少主责罚 现在什么情况 我大人已经研制出了二十年分的教灵 但奈何三十年分的无法量产 尤其是瑜伽 现在三十年分的灵酒 价格压得极低 我们陈家的灵酒生意 根本无人问津啊 少主 是我无能 陈掌柜 如此短的时间 研制出二十年份的教练 你已经做得不错了 起来说话 少主 再给我三个月的时间 我绝对能研制出三十年份的教练 不用了 我 不用 你看 这是什么 这是 这竟然是五十年份的教练 少主 难道这些都是 不错 这些都是五十年份的教练 少主 难道你找到了一位制作教练的大师 其实 这些教练都是本少主亲自演制的 少主亲自演制 苍天保佑啊 新年福主还在的时候 就是研制教练的传奇人物 如今少主 继承了福主的天赋 陈家灵酒坊青生 直日扯淡呀 冬牌号队啊 一个个来 都能买到 陈家灵酒坊 没了我陈安 你们啥都不是 陈岛那废人 敢当众打我 陈家灵酒坊就等着倒闭吧 什么味道 好浓郁的酒香 从哪里飘来的 是对面 陈家灵酒坊里飘来的 陈家灵酒坊 五十年份灵酒便宜售卖 五十年份灵酒 是不可能 父亲 你也看到了 现在我们一家灵酒坊 真是太火爆了 陈家的人都被我们挖了 他们一份灵酒也别想卖出去 五十年份的灵酒 给我来十份 真的是五十年份的灵酒 陈家灵酒坊 果然还是有底蕴啊 特别好 等等 他们喊的是 陈家灵酒坊 什么 你看他们排队的方向 是陈家灵酒坊 而不是我们御家 这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一会儿 人都跑陈家那边去了 少爷 陈家那边研制出了 五十年的灵酒坊 而且卖的比我们 三十年份的还要便宜 不可能 陈家炎制灵酒坊的记忆 就你陈安最厉害 你离开 他们连三十年的都 研制不出来 怎么可能 研制出五十年份的 哼 怎么就不可能 于明 你要不要尝尝我 陈家新酿的灵酒 真的是五十年份的灵酒 陈党 迪曼公子 你是怎么做到的 自然是多亏了 陈安 我 陈党 你别诬蔑我 多亏我什么了 陈安 我没想到你还念旧行 故意留下了 五十年份的教练制作方法 就算你判离了陈家 就算你判离了陈家 但本少主原谅你了 希望你以后在瑜伽好好发展 大家以何为归 你知道五十年份的制作方法 于少 我不知道 你别听他胡说 那陈党在胡说八道啊 够了 没有你的帮助 陈党那废物 怎么可能制作出五十年份的灵酒 于少爷 我 别说了 先你三天只得酿出五十年份的灵酒 不然我拿你试问 这不是为难我们吗 三天 怎么可能制作出五十年份的教练 陈安 我们怎么办啊 还能怎么办呀 都怪陈党 不知道怎么找到了五十年份的制作方法 现在我们对瑜伽已经没有价值了 三天之后 瑜伽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早知道 我不离开陈家了 陈安 都是你蛊惑的 要不是你 我们怎么落到现在这种地步 陈安 不给我们个招待 这谁没完 爹 这件事你怎么看 陈家怎么得到的五十年份教练 先不去管 重点是我们无法通过灵酒房打倒陈家 没有可以要挟他的地方了 那怎么办 要不要直接来用的 反正陈江现在只有陈素颜这么一个高手 不行 关注陈家的人太多 我们不好下手 过节时日 就是黄武学院开学的日子 陈岛作为王侯子嗣 有免试入学的机会 而你之前已经通过了黄武学院的考核 爹的意思是 让我在黄武学院找下手的机会 不错 黄武学院竞争激烈 机会反而比外面多 只要找到合适的机会 你就可以以此要挟陈岛 明白 再来 袁林山果然妖兽中毒 可以想象 当初解惟毒的那枚最强袁林石 是多么不容易 系统 剑林草的时间 向后调节五十年 本来年份不足的剑林草 瞬间达到五十年以上 够我修炼所用 这是什么破地方 怎么都是年份不足的低节灵草 看来 只能往袁林山深处看看 楚师妹 听说袁林山中 有一头强大的争鸣兽 会不会太危险 这次丹药的炼制 对我们至关重要 值得我们冒险 如果察觉到争鸣兽的气息 我们再退出也不迟 嗯 没想到一下子能捡到这么多灵草 起码有上百株 可我自己找上一天所得了 这三人实力都不错 跟着他们 既可以捡便宜 又可以让我加快收集 这一万株灵草的速度 几百株灵草 就这一株年份超过五十年的 哎 嗯 发财了 这一次就是几百株 估计在有一天的时间 我就能收集齐这三万株灵草了 你是什么人 幸亏楚师妹警觉 要不然我们还不知道 你小子竟然跟了我们一路 快说 跟着我们干什么 三位 不要误会 我没有恶意 我跟着你们 只是捡一些你们不要的灵草 哈哈哈哈 低估了这些人 我已经很小心 竟然还是被他们发现了 看来他们的修为 要靠除我很多 你捡这些年份不足的灵草 做什么 实不相瞒 我修炼了一套特殊的功法 需要大量灵草 而我修为低微 年份高的灵草采不到 只能捡一些年份不足的灵草 我们走吧 我还可以跟着你们吗 随便你 师妹 你就这么相信他了 万一他涂抹不轨呢 他只是灵海镜 什么也涂抹不了 就是 这种菜鸡实力太弱 不过是跟着我们 寻求庇护吧 跟着他们 我几乎把整个园林山 逛遍了 还差最后二百颗灵草 就可以修炼那一件了 师妹 前面就是 袁灵山最核心的区域 那里如果 还没有我需要的灵草 这趟算是白来了 这是 异象 有宝药出事了 走 过去 过去看看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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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干到那头蛟龙兽 楚师妹 蒸宁兽收尽已是强弩之末 不如趁此机会 毒老难生雪莲 我们回去之后 绝对是大功一戒 好 不过 大家小心蒸宁兽的临死反扑 你最好离远一点 我们接下来 要对付那只蒸宁兽 是啊 小子 赶紧走开 再跟着我们 小心蒸宁兽一个喷嚏 把你灭掉 那我离远点 这只蒸宁兽实力超强 连姐都不能完全对付她 我还是别蹬这档浑水了 上 楚师妹 我们挡住蒸宁兽 你去取胸雪莲 你们小心 圣兽为牙 躲不了了 太可怕了 不好 还是低估这只蒸宁兽了 这恐怕是蒸宁兽的最后一击了 这恐怕是蒸宁兽的最后一击了 再坚持一会儿 圣雪莲是我们的 这是神通 是蒸宁兽兽 竟然修演出了神通 赶紧离开 他想困住我们 快走 走 走 赶紧跑 彻底被困住了 我试试能不能破开 不行 这是正经兽的神通法术 以我们的实力 无法强行破开 他是想困住我们 然后再慢慢恢复伤势 灭掉我们 我们应该走 开了 还把我困住 这是几个意思 强攻他 我们今之计 只不先灭掉这只蒸宁兽 才能活着重新 初心妹 不行了 我们无法真正伤到蒸宁兽 怎么办 只要下去 时早会被蒸宁兽耗尽灵力 被干掉 真的没办法活着离开了吗 我也许可以试试 你试试 不过 我需要你们把采集的灵草 都给我 小子 都什么时候了 还惦记着我们的灵草 可在我们屁后面 捡的便宜 还不够吗 我说过 我修炼了一套特殊的工法 需要大量灵草 还差一些 就凑齐了 给他 师妹 这可是我这几日辛辛苦苦 才找到的 命都没了 还有这些灵草干什么 关键是这小子也就是灵海境 我不相信他有什么办法 死马当活马医 拿着 小子 敢骗我们 小心我推你 成了 修炼第一剑所需的灵草 终于凑齐了 还请几位 先为我护法 我需要一些时间 这小子好像一直在吸收储物界中的灵草 都没有停过 还不怕把自己撑爆了 寻常人 根本不可能吸收这么多的灵草 这小子怎么做到的 看来 我还是远远低估地修炼这一件的难度 这一件真正的难度 并不在于上万株灵草的收集 而是身体需要足够容纳这些灵草灵力的空间 否则 敢修炼此剑者 必会被巨量的灵力称暴而亡 我之前吸收了最强园林石 让我的灵海变得无比广阔 这才容纳下了无比巨量的灵力 避免暴体而亡 二皇子他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他也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灵海 这一件终于要成了 我有一件 郑宁兽的伤势恢复了一些 他要攻击我们了 扛不住了 这只振扭兽势力恢复了不少了 小子 你找的咋样了 是我想多了 关键时刻 怎么可能靠这个若姬翻盘 躲不开了 董师妹 是那小子 借剑一用 好 接下来交给我 你且退后 你小心 这可是真名是好 看哪来的自信 让我尝尝我这一件之威 好强的剑气 这小子还真有些本事 太长了 这是只有灵海青的小子 汇出的一件 圣雪雷如果不是成猪 毫无价值 我叫楚渊 你叫什么名字 真的 今天谢谢你 要不是你 后果难以预料 不用 要不是你们的帮助 我也没有那么快连成这一件 我们都是黄武学院的学员 后会有机 我的圣雪莲 我这辈子就见过这么一株 九品灵药 就这么没了 没了 我救了你们一命 圣雪莲给我不过分吧 系统 圣雪莲时间 向前调节半个时辰 九品灵药 我也是第一次见 果然神圣而令人震撼的灵力 先收起来 该回去了 陈将 真是一日不如一日 我等到来 竟然无一人察觉 是吗 陈太 是你 当年你为了保护陈家少主 被我们打成重伤 竟然还活着 果然是你们这群鼠辈 这么多年了 又来我们陈家 这次 你们一个也别想离开 就凭你一个老迈之人 想阻止我们 可笑 再加上我呢 是他 陈素颜 全武轩早就开学了 他竟然还没离开陈家 怎么办 怎么办 今天天王老子来了 也挡不住我们 更别说一个陈素颜 冲 消消失败 我本事 报处你们的家门 老东西 救伤复发了吧 我们就算报处家门 能如何 住嘴 不想要命了 迅速宰了这老东西 老家伙 你暗中保护陈家这么多年 也该都努力了 怎么办 陈素颜很强 我们无法战胜他 分出两人去抓陈家少主 只要找到他 王后令等于到手了 好 不好 不好 迅速解决他们 好强 宋王爷给他担药 宋爷 快救少主 找到了 不好 他们找到陈岛了 这下不好办了 以少主的修为 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 王子 有人袭击陈家 这些人为了王后令 还真是不择手段 过去看看 这都没气了 姐 陈他爷爷 你们来了 杜颜 你没事吧 我姐没事 这刺客都被我解决了 少主 这是你干的 是啊 不堪一击 我才出了一剑 好 不愧是陈家少主 少主真的长大了 这些刺客 我对不起来都费劲 没想到被少主 一剑就解决了 一剑 难道那一剑被他炼成了 这么可能 这两人确实死于剑气 而且剑气 确实出自我给 陈岛的内部功法 那一剑你炼成了 难度不大 难度不大 难度不大了 未来那一剑 我不知道耗费了多少圈地驴啊 几乎大半个国库都耗空了 修炼了就这五年才炼成 他竟然说难度不大 真的炼成了 要不我砍你一剑试试 要不我砍你一剑试试 不用了 看这剑气 我就知道你炼成了 素颜 我先走了 皇子 您没事吧 挫败感 这种感觉本皇子还是第一次体会到 以前都是本皇子给别人挫败感 万万没想到 本皇子有朝一日也体会到了这种感觉 这陈家少主深藏不漏啊 皇子 你英明神武天赋一禀 那陈家少主绝对比不上你啊 皇子 那陈道不过是走了什么好运罢了 你不必 唐欣 本皇子没你们想象的那么脆弱 经受不住打击 本皇子不会气馁 陈素颜 本皇子要定了 二皇子一向自傲 就算在玄武学院 也算是了不得的添交 哼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种沮丧 挫败的表情 师弟 你真是太调皮了 哈哈哈哈 我陈家少主 是真龙之姿 服主和夫人如果知道了 不知道有多高兴 连海尽巴走了 有了玄武郡主每日送来丹药 我的境界提升得太快了 真好奇 玄武郡主从哪里得来这么多费胆 按照这速度 我每几日即可以突破灵海径 到达下一个境界 找姐问问契合园林之物的事情 陈导 你的境界达到灵海径八层了 姐 你看出来了 我是不是修炼得很快 确实很快 快赶上我了 我代表陈宋元不愧被称为最强天才 竟然比我这个开挂的修炼还快 姐 我正想问你 灵海径破镜契合的园林之物 什么比较合适 灵海径突破到灵桥境 契合最强的园林之物 为圣雪莲 圣雪莲 这么巧吗 怎么了 是不是觉得圣雪莲太难得 这也正常 圣雪莲是九阶灵草 极其稀有 而且一般有异兽守护 所以 就算学院里的那些头号天才 也难以将其契合 姐 你看 这是什么 你竟然有一株圣雪莲 少主 少主 岳武郡主到了 来得正好 本少主正想和他算算总账了 管家 帮我算算 岳武郡主这些年 从陈家坑了多少钱 少主 各种黄金灵石 丹草灵气等 恐怕陈家的一半家业 落入岳武郡主的口袋 一半的家业 这岳武郡主胃口还真大 当时陈苏妍小姐在学院修行 陈家也就无人支撑 而你那时候 一心想要修为突破 对岳武郡主过于信任 那时候 陈家真乱了套了 幸亏少主你现在迷途知返 你可不能再上当了 放心 少主我现在不但不会上当 而且会让他加倍突出来 郡主 这枚宝珠给陈家少主 实在可惜 这可是大有来历之物 当年秦王 也是好不容易才得到的 确实可惜 但是让他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这枚宝珠常年为父亲 不疗伤所用 现在 他已经是一枚毒物 待在身边不出十日 就会中毒暴毙 万一 这陈家少主暴毙怎么办 我们不是拿不到王后令 这么多天了 陈岛一直拖着 当我傻吗 一直陪她 本郡主今日带了如此大的诚意而来 如果还看不到王后令 说明 这陈岛在耍我 就让她暴毙吧 小五 好久不见了 又带什么好东西了 快给我看看 还真是不要脸 要起东西来 丝毫没有不好意思 这是三百枚丹药 这次竟然有这么多丹药 好家伙 这次比前几次加起来都多 这应该是给你的最后一批丹药了 你应该知道 丹药并不好练职 暂时无法提供更多 理解理解 恐怕给你提供废丹的地方 废丹用完了吧 不过 这些丹药够用很长一段时间了 此外 我还带了一件好东西 是我秦家质宝 何物 自那玄印宝珠 是一件防御质宝 佩戴在身上 又修为温养 可以极大削弱高于自身境界的修饰 对自身的攻击 小五 你对我太好了 这月我郡主竟然舍得下这么大的本钱 看来 看来今日打算是孤注一致了 看到我得珍惜了吗 看到了 那王侯令 我姐不同意 陈素颜不同意 她不同意又如何 陈家不还是你说了算 我姐说 必须让你给我 生大胖小喝 你玩我 生气干啥 我还没说完 我姐已经快被我说动了 你继续表达一下对我的真心 我姐肯定会同意 不信我 小五 我可是对你是一片真心 你该不会只是为了拿到王侯令 怎么会 我也是被你之前的真心打动 才以真心换真心 这是五万两黄金 够吗 郡主 我父亲受伤后 秦王府已经没落 本就不富裕 我能拿出这么多 你该看出我的真心吧 看得出来 不过 我姐对钱不感兴趣 这些呢 快够了 这是秦王府这些年积攒的所有零食 小子 你别不知趣 郡主几乎把秦王府家也都拿出来了 别搞错进尺 摟得差不多了 这岳武郡主这么好骗 今日看来确实是破釜沉舟来了 不得不说 王侯令吸引力竟然如此之大 这王侯令到底有什么用 差不多了 我会和我姐说 真的 我信自己 给我个时间 五天后 我给你答复 好 一言为定 我等你好消息 你 我看什么 啊 你都何在 王侯令 很好 这么多年 陈家王侯令一直不知道被藏在何处 外面无数伤眼睛都没有找到他的踪迹 只要王侯令现世 本王就会第一时间出售 只要拿到王侯令 本王就会有希望突破境界 首元大增 岳无 这些年你为父王东奔西走 支撑着秦王府 辛苦你了 为父王效劳是应该的 不辛苦 你下去吧 待本王境界突破 你是我的女儿 我必不会亏待你 剑 陈爷爷 我去皇后学院之后 陈家暂时交给你们了 少主放心好了 如今陈家扫除陈兴远这个蛀虫 灵酒坊生意兴隆 又有你从秦王府追回来的财物 陈家现在啊 可以说一扫之前的颓废 欣欣向荣 皇武学院的人来了 陈师姐 陈师姐 没想到是你们来接隐形人弟子 没办法 我们不像陈师姐一般 可以这么快晋升到玄武学院 估计这活我们还要干几年 那就劳烦两位师弟 替我多多照顾我弟弟 师姐客气了 你是天水王朝皇武学院的骄傲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师弟 你走后过些时日 我也要回玄武学院了 姐 我会尽快考上玄武学院去找你 你倒是自信 玄武学院可是没有那么容易报考 不是自信 是有这么漂亮的姐姐在玄武学院 我实在不放心 瞎说什么 这是入院的玉牌 三日后捏碎玉牌即可 好的 谢谢两位师兄 告辞 我们还要通知其他入院弟子 少主 玄武郡主来了 该摊牌了 想想玄武郡主等会生气的样子 就爽啊 陈导 你总算来了 王红令带来了吗 别急 当然带来了 这是王红令 不像吗 你果然还是耍了我 小子 那一块板砖糊弄我家郡主 你真是好胆 我看你才是狗胆抱歉 给我郡主 你能拿废胆糊弄我 你 本少主为何不能拿板砖糊弄你 我和你们拼哪 少 我们走 这女人心思深沉 懂得隐忍 不是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姐 放心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如今我丹药充足 又有灵海境突破到灵桥境最强园林之物圣雪莲 天时地利人和 现在就突破到灵桥境 灵海境九层 给我 灵海境九层 给我 好大 圣雪莲也进入我的灵海之中了 我已经开始了 灵桥境主要的意象就是在灵海上生出一条桥梁 桥梁越长代表灵桥境的资质越好 一般修饰的灵桥都在十米以内 我的灵桥现在就已经超过十米了 而且还在增长 百米了 百米的灵桥需要极其珍贵的园林之物契合才行 不愧是最强的圣雪莲 大到百米还未停止 千米了 灵桥还在增长 有一万米了吧 这是什么情况 灵桥增长起来没完 灵桥增长起来没完了 灵桥停止增长了 我彻底进入灵桥境了 灵桥 我去 这么长 根本看不到尽头 这么长的灵桥 估计说出去别人都不信 也不知道灵桥尽头是什么 走了几个时辰了 还是走不到尽头 以后有时间再来探索灵桥吧 先出去 迈入灵桥境 我的实力增长了几倍有余 不过 灵桥境最大的作用 是可以通过灵桥感悟天地法则 明目神通 待我有所领悟后 实力还会得到极大的增长 啊 什么东西这么烫 是之前我那父母留给我的铁盒 铁盒出现异常 是否说明我可以打开它了 试试 啊 这般气息 一块令牌和一封信 难道这块令牌就是传说中的王侯令 能跟信上写的什么 亲爱的儿子陈导 我们是你的母亲和父亲 原来是父母写的信 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们可能已经不在你身边了 不过不用为我们担心 我和你父亲 只是追逐星辰和大海去了 这段时间 你要听从你师姐的话 努力自我成长 因为有朝一日 我们会攻城而返 到时候我和你父亲 就是天底下最亮的修士 我们的儿子也不能差到哪里去 追逐星辰和大海 这两位还挺时尚啊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 这枚王侯令你收好 日后如果你走修行这一条路 会对你有用 对了 忘了和你说了 王侯令有特殊的气息波动 会被人感知到 这东西还是很珍贵的 无数双眼睛在盯着 你拿到后赶紧收入体内 会自动停闭气息 王侯令会被人感知 是 这坑 是 王侯令暴露这么长时间 气息肯定已经泄露了 你们二老坑我呀 父亲 怎么了 王侯令的气息 这么多年了 臣家王侯令终于泄斥了 家王侯令 倫主 陈导敢耍你 为何不直接把臣府灭了 哼 就算灭了臣府又如何 王侯令还是没有下落 而且陈导拿了玄影宝珠 一旦她使用 活不过十日 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和父王交胆 郡主 要不 不要说了 我先进去 野武 有些让我失望 失望 万事不利 父亲再给我些时间 没时间了 本王的手缘不多了 如果本王不能活 那就全都毁灭吧 可恶 王侯令的气息 王侯令现世了 野武 你做得不错 王侯令现世了 怎么回事 师弟 刚才的气息难道是 是王侯令 姐 我是不是谈上大事了 王侯令 难道是扶主和夫人留下的那个铁盒 对 王侯令就在铁盒里 按理说 扶主和夫人 不会不知道王侯令的危险 还让王侯令暴露 这是为什么 来不及讨论这些了 师弟 你现在马上捏碎玉牌 去皇武学院 不错 此事非同小可 只有去了学院 才可以保护少主安全 有人来了 我来等着他 华丹镜的高手 你又是哪个家族的老家伙 废话少说 交出王侯令 又有人来了 师弟 速速离开陈家 前往皇武学院 可恶 我走了 陈家怎么办 这些日子 陈素颜 带我如亲人 陈家已经完全让我找到了归属感 我不想看到陈家毁灭 陈导 交出王侯令 于明 你们也来趁我打劫 陈导 你害我瑜伽灵就放兵云倒闭 实在可恨 本来想等到去了学院再收拾你 没想到王侯令还是现世了 这是陈家自询灭亡 灵桥境真是让我惊艳 你确实不是以前的陈导 但可惜 我已经到了宁石境了 这是你自己朝的心 可怪不得我 什么 时间紧迫 陈导 在这里和他磨叽作甚 我们最早到来 不要失了先机 赶紧拿到王侯令离开这里 不然等会儿高手齐聚 想走也就没那么容易了 这是什么 看样子不像是王侯令 应该是一件宝贝 不然这陈家少主也不会放在身上 爹 才能一下试试 看看这宝贝到底有何作用 这是什么 放弃 吃毒 可恶 快 解药 陈导 你敢给我父亲下毒 赶快给我解药 没有解药 给我解药 我不敢 我堂堂瑜伽家主 怎么败得如此变弃 父亲 父亲 陈导 你害了我父亲 你竟然敢害我父亲 多行不义 毙自毙 都是你们自找的 我要斩了你 为我父亲报仇 天女 你 你 你 陈苏妍 好强 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弟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 天马拉车 此人是浮空山七老母 没想到这样的老家伙也来了 王侯令在何处 刚才明明还有气息 现在怎么消失了 防卫陈家 防卫少主 弟弟 好热闹啊 哥哥 我最喜欢热闹了 这俩人是圣天教的护法 没想到他们也来了 幸福王侯令的气息只是泄露了一瞬 不然会引来更多的高手 苏妍 陈府今日之事 如果处理不好 不堪设想 二皇子有什么话直说 我可以尽力帮陈府度过此劫 苏妍答应我之前的请求 罗和 不可能 陈少主 你要明白 陈府今日恐怕是灭顶之灾 那我也不用你管 我陈导 岂会用我姐的幸福和你交易 你这样说 倒显得本皇子趁人之危了 其实本皇子只是想让素颜 看到我的真心 我已经感受到不止一股气息 朝着陈府干去 这么多年了 果然不只是本王想着王侯令 走吧 去庆祝那些杂鱼 王侯令就是本王的 父王 你有伤在身 虽然那些人无认识你的对手 但不如螳螂捕蝉 皇却在后 让他们先自相残杀一番 再去不迟 也好 这王侯令已经是囊中之物 不急于一时 苏妍这就去陈府盯着 随时传消息给父王 去吧 父王等你消息 是 王侯令在哪儿 赶紧交出来 搜搜交出王侯令 不然图了陈家 小子 别不自量力 我家皇子能出面 是给你天大的面子 没有我家二皇子 今日陈府注定赴面 那就试试看 让 陈府全家上阻 逼问王侯令 你们敢 等我陈家无人吗 我们也要去凑热闹了 这小子是我的了 哥哥 慢一点 上给我吧 师弟 躲开 不要和他们用天 谁 斩 什么 这一剑竟如此为能 这小子境界升到了灵桥境 而且是异常强大的灵桥境 这一剑竟然比本皇子的剑威力大胜许多 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是怎么做到的 哥哥 都是你害死的哥哥 我要让你偿命 靠强的气势 此人吸收了其兄长残存的生命能量后 实力至少增长数倍 皇子小心 是 不好 师弟有危险 回 曾素颜 臣家今日必亡 走开 齐老魔 你敢卒我 日后我必灭了你浮宫山 那是日后的事 今日老夫制在王侯令 防护少主 防护少主 西头 你会把我这一剑的熟练度时间 向后调节五十年 此剑法高深莫测 不知道熟练度上来之后 还能不能增加这一剑的威力 成功了 脑海中瞬间多了许多这一剑的肝物 威力增加了何止一倍 三十年 四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三十年 大 六十年 大 一 一 二十年 一 二十年 就是阴山老妖 阴山老妖半人半妖 不知道活了多少岁月 没想到连她也来了 臣家交出王侯令 否则灭族 好大的口气 师弟不可 你自以为斩了小小圣天教的护法 就可以与我抗衡了 无自量力 好啊 好强 本尊已经两百年没有离开这幅棺材了 今日便出来活动活动 这臣家少主不是传言是个废材吗 今日倒是让我的刮目相看 没想到一剑劈开了阴山老妖的棺材 要我知道 阴山老妖的棺材百年无人撼动了 这臣妖竟然有如此实力 藏得好深 怪不得郡主都被她算计了 妖处王侯令 天女 陈子妍 再给你十年也许老妇不是你的对手了 但现在你还不行 姐 姐 苏妍 好强的阴气 天女都被腐蚀了 我这把阴刀阴气贵阳上百年 神当灭神 佛当灭伏 少主 快逃 尘阴呀 陈家少主 看看你的剑厉害 还是我的刀厉害 陈家少主完了 天山老妖 绝对一刀把它斩成两半 这九千脚 我们尽力 恐怕来不及了 臭鼠 陈道根本无法抵挡这一刀 有别了 西董 把阴山老妖手中阴刀品质 调回五十年前 老匹夫 那就吃我一剑 何此量 什么 把寺阳上百年的阴刀 怎么会 师弟他竟然 这陈道竟然一剑之威 怎么会这么强 是啊 修为一般 弄的剑也很普通 他怎么做到的 陈道 你还真让我刮目相看 怎么可能 一个小娃娃 竟然能承受出老夫的全力 陈道竟然和阴山老妖 打了个奇果相当 阴山老妖 可是比陈少主早修炼几百年 我们是不是看花眼了 玄影宝珠果然是已经了不得的宝贝 替我抵挡了大部分攻击 刚才那股气息 是玄影宝珠发出的 郡主 我能感应到 玄影宝珠上面的毒素被清除了 这怎么可能 陈道身上有大秘密 他今日 真是让我惊喜万分 对 还不一起出手 强夺王后令 难道要等人越聚越多 陈神老妖说得对 先一起出手 先把王后令逼出来再说 陈家所有人听令 保护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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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离向一盘散沙的陈甲 这些时日经被陈道之里的 如此上下一心 他确实和以前不一样 纵然如此 在如此多的强敌之下 陈家必亡 看招 超主 交出王后令 让你们死个痛快 可恶 师弟 走 超主 你也顺一佩 赶紧学皇母学院 超主 走吧 我们天天抵挡 快走 滚开 别打路 超主 快走 开 超主 你活着 陈家便在 超主活着 陈家便在 走 我家伙 还敢挡到 少主 不要再犹豫了 走 我 我还是太弱了 王后令啊 无处的气息 不会痛 得王后令者 必为王后 抢了他 少主 你这是 你听好了 我要拿王后令 团治林家 所有人的精命 少主 不可啊 陈大爷爷 身外之物 还有你们的命中要 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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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家少主 懂事啊 既然如此 先把王后令拿来 但 王后令只有一枚 你们先商量好 我该给谁 这 说 老令是我的 谁敢和我抢 我毙了谁 陈山老妖 你这话未美太狂妄了 诸多修饰在此 难道能碾压 我们所有人 不 陈山老妖 少在这里威胁大家 你再厉害 刚才不也是被陈家少主 斩断硬刀 碰什么话 是我老妖拿不动刀了 还是你们飘了 也敢嘲讽我 看我不撕碎你们 少主皆知 此皆甚妙 让他们勾摇狗 这样能最大限度地 消耗这些人的实力 陈导 六军主 你也要出什么 我如果说 我自始至终 就对王后令不感兴趣 你信不信 你以为我会信吗 信不信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现在要和你 做一笔买卖 和我做买卖 你被我坑得还不够 你 小子 到了现在还窃郡主 你是真不想皇命了 陈导 你真以为 你是用了一个小计划 就能让他们自相残杀 不能 你倒是明白 这些人虽然傻 但是不蠢 他们不会这么一直互相残杀下去 你不会有了片刻的喘息罢了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你能帮我解决此事 能 说说看 如何 你有什么目的 到时候 你就知道了 行 我信你一次 你不信我也没办法 我是你最后的指望 不畏 听我一言 这样互相打下去没有结果 不如先把王侯令拿到 我们在商议如何分配 听清老魔的 停手 不打了 这样只会便宜了陈家 陈少主 王侯令拿过来 你们还不配得到王侯令 大胆 陈家少主出尔反尔 你是想被拔皮吗 不死料理 小子 只是活腻子了 现在就拆下你的相上人头 住手 小丫头 又是谁 管他是谁 人头给他摘了 让他和陈少主 做一对王命鸳鸯 陈少主说得对 你们还不配得到王侯令 小王啊 如此挑衅我都 贝姐 完了 是吗 父王 时候到了 这是 父王 时候到了 这是 要不去这头 开 本王害你 什么 小王 竟然毫无反抗之力 有本王在 王侯令谁也拿不走 只是 秦王 秦王 他竟然还活着 当年传闻 他身受重伤 毒入肺腑 早该晕落了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秦王 看样子你当年身中剧毒 似乎还未消除啊 遗产老药 少在这里阴阳怪气 神中剧毒又如何 今日谁敢抢王侯令 我就灭了谁 好大的口气 老夫偏要强强看 口出谎言 竟如此小看我等凶事 大家不要怕 这秦王中毒太深 已经是封出禅典 我没人多 我怕的 可为本王今日 有神龙身手了 秦王的实力 竟然如此强 而月火郡主竟然 怕了 怕到我之意 有些好奇而已 给我灭 太弱了 阴山老妖的阴刀 还里有谁 阴山老妖败了 天导 队王 你不抢了 王侯令再生怪 也没有命重要 月火 王侯令何在 赶紧给本王拿来 天导 为了臣府上下性命 王侯令交出来吧 王侯令现在不在我这 刚才趁乱之际 已经被我派人 藏在府外了 府外何处 我这就派人带前往剧长 不用派人 陈少主亲自前去吧 要 师弟 放心 我去去就回 秦王 还挺不要杀了 陈少主性命 二皇子放心 本王拿到王侯令 不会伤他一根汗毛 慢 难计划行事 十几年前 秦王针中剧毒 修为跌落王侯剑 但余威又存 我皇室也不能过分 干预一宗王侯的世界 如果师弟少了一根汗毛 我陈苏妍必会屠了秦王府 小子 到了没有 王侯令到底在何处 散了 坐在那边 秦王 王侯令 我命人藏在那块巨石下面 岳无 按着陈岛 我去取王侯令 父王 陈岛诡计多端 还是女儿去拿吧 也好 找到了 在这里 快追追王 这 成武 可安顺本王 神家小子 你敢算计本王 我又把你随时万段 混阵 小子 竟然还在此布置了大阵 但你以为 能阻挡得了本王 太天真了 本王要你 岳无 你 岳无 郡主还真是每一步都算好了 心思缜密的女人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自己不知道吗 你是我女儿 你敢背叛本王 我是你女儿没错 但这么多年 可有半点妇女情义 甚至 你拿我当过人对待吗 我只是替你做事的工具而已 稍有不顺 随意打骂 秦王 我又不受够了 这处阵法的布置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看来你早就想要对本王动手了 不错 这么多年 我之所以不断巧取豪夺陈家的财产 就是购买材料 布置这处大阵 我陈家藏枪啊 你是本王生的 你的命都是本王的 我怎么对你都是应该的 反抗我 就是大逆不道 你不配当我的父王 我的父王早就在你放弃我母亲的时候就没了 当年你为了自己活命 舍弃我母亲 不配为人父 为人父 不但要反抗你 还要捉灭你 原来岳武郡主还有一个悲惨的童年 秦王 束手就擒 妇女一场 我给你个全尸 好女人 让我看看 你是怎么秘本王的 给我快 本王毕竟是皇后 看你怎么失负 好女儿 来吧 好女儿 看你先斩了本王 还是本王先从这里脱困而出 有想脱困 像你这样的人 不配活着 在你斩命本王前 本王就已经脱困 也不 本王会送你 见你的母亲 王侯竟然这么强 哪怕是一个狗言参喘的王侯 陈道 一起出手 不然秦王脱困 谁也别消火 我可不出手了 一起上 有效果 没想到 陈道竟然这么强了 王侯不可辱 我要拔了你们的屁 不好 快阻止他 日当囤困就麻烦了 快看 烦了 小子 恰傻了吧 本王先摘下你的人头 怎么可能 秦王被撑倒 多亏之前的用系统修复了这把阴道 不愧是被阴山老妖滋养了上百年 威力确实不同凡响 这阴道不是断了 怎么现在完好无所 好强的阴道 上面百年积累的阴气 竟然引动了我的生死爆发 一起上 圈子机会灭的 秦王 可恶 本王 不甘心 本王还没有 赢了 终于解决了 这是 秦王早已毒入骨髓 这些年 只是仗着王侯修为强撑着而已 一旦身亡 整个身体立即被剧毒腐蚀了 这是什么宝贝 竟然没有被秦王的毒腐蚀掉 应该是一张 类似藏宝图的东西 秦王生前经常拿出来研究 不过这东西虽然材质不凡 但可惜 是残卷 大部分内容都是残缺的 你感兴趣 就送给你吧 当我对你帮我解决掉秦王的感谢 这月我郡主竟然这么好心 那我就不客气了 对了 刚才那把阴刀怎么回事 我明明看见那把阴刀断了 怎么又复原了 秘密 我先走了 哎 陈导 还有事 合作愉快 什么 月我郡主 你对我出手 陈导 这些日子你变化太大 简直不像你 告诉我你身上的秘密 我给你个痛快 蛇蝎心肠 你这个女人还真是很多 翻脸比翻书还快 天地万物 都因为我越无所用 不为所用者 就被我所灭吧 你这么自信能解决我 你不是秦王 也没有王侯境的实力 这个大阵对付你足够了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不说 我就立刻毙了 以我现在的修为 果然振脱不开 看来你是不肯说了 本郡主 就不和你浪费时间了 陈导 永远了 瞧 阵法时间 向前条件五十年 不会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亲手布置的阵法 怎么消失了 想知道吗 让我看你刀 我就告诉你 陈少主 既然你没事 谁也奈何不了谁 大家从此以后 和平相处如何 你这女人的话 我是一个字都不信 以后见你一面 打你一次 非要如此吗 冤家一解不一结 你以前不是很喜欢我吗 也许我可以答应你呢 我强风强 本郡主今天心情不错 不和你计较 后会有签 少主 少主回来了 今日臣府力挽狂澜 多亏了少主 师弟 王侯令已经暴露 你待在陈家 不是长久之计 这是 这是王侯 真正的王侯 竟然对我陈家出手了 少主 走 师弟 好恐怖 师弟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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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和你拼了 猴蚁 成他爷爷 师弟 走 别让大家白提升了 师姐 小娃娃 有先一死 竟然硬恨王侯而不死 苏妍 二皇子 救我师姐 向我欠你一个人情 让我对付一尊王侯 你却看得起本侯子啊 办不到 你不会来此 算了 本皇子答应了 苏妍本来就是本皇子要保的 而且从近期陈少主你的表现来看 你的人情在未来应该有些价值 我乃当朝二皇子 前辈是哪位王侯 能否给个面子 二皇子 莫滩浑水 可恶 不给本皇子面子 金光架 该走了 可恶 竟然跑了 陈家少主 你逃不掉 陈家 还是被毁了 苏妍 此地不宜救流 此仇 我臣苏妍必报 陈家 陈家被灭了 陈党 你害我父亲 我该 该去还我学院报道了 究竟是哪位王侯出手了 不怕陈家两位王侯回来报复吗 这位王侯既然敢出手 就说明陈家两位王侯回不来了 要不然 以那两位精彩绝艳的威名 但凡有一丝回来的可能 她也不会出手 嗯 说得也是 郡主 人魔宗传来消息 你灭掉秦王 人魔宗 宗主很欣赏 对郡主评价甚高 觉得郡主 又希望直通天魔 另外 皇武学院的入院玉佩 也已经拿到 郡主怎么打算 哼 我岳武的志向 不在这一城 这一国 甚至这一玉 既然直通天魔 皇武学院 便不去了 陈太爷爷 陈家王了 八哥 看 又来了一只肥羊 皇后又如何 我陈道发誓 一定要灭了你 小子 站住 何事 小子 新入门的弟子是吧 新人要等这里的规矩 什么规矩 很简单 孝敬我 八哥又在求诈新人吗 没办法呀 谁让八哥的姐姐 是皇武学院的九级弟子 谁敢管啊 怎么孝敬 你是个傻子吧 这还用教你 把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 都拿出来 没有 大胆 我站住 八哥 我的手断了 我废了这小子 你小子给我站住 这么多年了 你是第二个敢反抗我八哥的新人 我今天就教授你 皇武学院的规矩 什么 这个新人竟然这么厉害 随我一起上 剁了他 大哥 我们错了 饶了我们吧 没想到这个新人 确实有些本事啊 八哥还是第一次被人打得如此惨 这个新人不知道又是哪个世家子弟 抓紧时间去抱大腿了 就你们这样的实力 还敢出来打劫 大哥 不是我们实力不行 而是你太强了 交出来吧 交 交什么 把你们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 打劫别人 就要做好被别人打劫的准备 这个太赛了 衣服都不给我们留意 这只为一饼 我们就是打劫界的好人 对了 第一个敢反抗你们的人是谁 那位是传奇少女陈素颜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现在陈家被灭 我身无分稳 必须要抓住一切机会强大自己 才能为陈他爷爷 为陈家报仇 新入门弟子 马上前往宗门广场 领取自己的身份令牌 大哥 这事就这么忍了 这是奇耻大叔 生个屁 去找我捡 这位小兄弟 帮我背一下 为什么 我给你钱 随随便便就拿出中品零食 这小子挺有钱呢 不够吗 我可以加倍 够了 看你挺实在的 以后跟着我混吧 我告诉你 新人在皇武学院不好混 胖爷我吃得开 以后我照着你 你算是走大运了 对了 我叫灵虎 你叫什么 真的 令牌你们收好 令牌是你们身份的象征 在皇武学院有大用 积累积分 换取丹药等都用得到 多谢 等等 等等 厨运师姐 见过厨运师姐 这位就是厨运师姐 长得未免太漂亮了 小声点 厨运师姐可是皇武学院 排名前三的精英 是他 真的 我告诉你 厨运师姐可是皇武学院的名人 人长得漂亮实力又强 如果能认识他就好了 真的 好久不见 没想到你也来皇武学院了 你们认识 好久不见 把陈师弟的令牌换成金牌 金牌 厨运师姐 只有实力在所有弟子中排名前一百的 才有资格获得金色令牌 放心 陈师弟有这个实力 此事 我为他做担保 好吧 陈师弟 这枚金色令牌比你之前的灰色令牌权限更大 而且购买皇武学院的物品 还有一定的折扣 你收好 多谢楚师姐 无妨 不然现在已经收拾了那小子 刘师姐 宗门排名前三 和楚音齐名 只要刘师姐回来 那小子绝对没有好下场 别说了 那家伙来了 这是什么 慢点走 怎么了 看见前面那些人没有 看到了 告诉你 那些人为首的叫八哥 是皇武学院的恶霸 专门打进新入门的学员 我感觉我们被盯上了 坠下完了 不过 别怕 我应该能摆平此事 八哥好 我早就听过你的大名 我叫灵虎 以后还要八哥多多照顾 大哥 又见面了 大哥 我并不想见到你们 以后少出现在我的面前 是 我们这就走 这就走 盯着我干嘛 承总 八哥为什么管你叫大哥 被我揍过 揍过 承总 承哥 包袱给我背吧 怎么了 你连八哥都敢揍 还认识楚音师姐 你才是真正的大佬 我怎么敢让大佬背东西 以后 你就是我大哥 黄武学院的住处还不错 接下来 要安心修行 尽快提升实力了 之前我从纳元境突破到灵海境 时间调节范围 增加到了五十年 而灵海境突破到灵桥境 系统却没有变化 难不成系统判定我 没有突破新的境界 话说之前 我在一本修行古迹中看到过 灵海境和灵桥境 本质上是一个境界 后来为了修炼方便 才逐步区分成两个修炼境界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突破下一个境界 凝使境 应该就会增加时间条件范围了 这个从秦王那里得来的羊皮残卷 肯定不是凡品 看看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系统 羊皮卷时间向前条件五十年 羊皮卷变新了一些 但仍旧是残卷 看来这件东西很古老 五十年不足以让它恢复如初 只能等破镜后才试一下了 陈哥 陈哥 去藏书阁看看 我们也该去挑选功法了 我之前在陈家学的那些功法 等级偏一 就算增加五十年的修炼经验 威力也不足 确实需要去藏书阁 选一个高阶功法了 听说黄武学院的最顶层 藏有顶级的天际功法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见到 我去试试 站住 出示令牌 龟色令牌 而且积分零分 暂时没资格进入藏书阁 什么 这位师兄 我懂 这些零食 请师兄收下 算你懂事啊 进去后 只能在一楼选择一本功法带走 只能选一本吗 师兄 能不能通融一下 让我多选几本功法 少来这趟啊 一个小小的灰色令牌弟子 没资格讨价还价 想要多选几本啊 你这些孝敬可不够啊 行吧 诚哥 我们先进去吧 站住 你那份呢 没有 没有 你跟大爷我说没有 我有 我踢他出 我说了没有 你想怎样 怎样 你还真是个憨户 没有就跟我滚开这里 上 我在这里这么多年 还没有开见你这么大胆的新人弟子 你这是活腻了 炭客 小心 你敢对我动手 烦了 今天非要弄飞的 陈枣 别打 陈柯 藏书国的守门人 都是有背景的 不能随便打呀 小子 敢打我 你完了 怎么回事 曹师兄 你可乱来了 这小子不讲规矩 还敢出手伤人 曹师兄一定要给他个教训 小子 我是曹明 然后呢 陈柯 这曹明是黄武轩排名前十的天桥 修为高深 藏书国一向是曹明的底盘 有他的人在管理 今天这声麻烦了 你还真是个傻子 还然后呢 曹师兄爆出名字 你就应该害怕得下跪认错 知道吗 什么曹明 我没听说过 现在我要进入藏书阁 你有意见 我去 哥哥你说话悠着点啊 这可是曹明 这家伙太糊了 都给我整不会了 曹哥 这种论图形就该走 打扶他 一顿不行就两顿 先打残吧 打残后拉到广场上示众 让大家都知道不尊重我曹明的下场 曹哥 有话好好说 消消气 陈道他 算什么东西 你配叫我消气 你配我一边去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陈道 你要不赶紧逃吧 这曹明可不是八哥那些人 放心 我心里有数 当着我的面打我朋友 你很嚣张啊 你说我嚣张 当我奏效了 快 给我打断他的腿 撕烂他的嘴 曹哥放心 这小子手道擒来 别想着反抗 那样会更惨 谁惨还不一定 一群废物 还要我亲自出手 住手 是苗长老 苗长老居然现身了 不愧是我红旋最年轻 最漂亮的长老 女神啊 见过苗长老 苗长老 藏书哥一直是弟子 负责一应事务 此人不但擅闯 而且打伤了看门弟子 何有此事 难口无言 他们仗势其人 强行收取财物 看门弟子之所以 收取一些费用 是这些弟子 借走功法的押金 也是为了防止 这些新人弟子 损坏藏书哥的功法 等到功法退还时 押金会退回 对对 是这样的 手持灰色令牌的弟子 都要交押金 我做新人的新人弟子 手持小小的灰色令牌 就敢如此蛮横 请苗长老教训此人 苗长老 这些新人弟子不服管教 必须教会他们规矩 不然日后无法无天 想自夺理 你就亲自拿下来 押入学院地牢 你打我 疯了 连曹师兄都敢打 我肯定是疯了 给我个说法 我肯定了 这个解释够吗 那是金色令牌 一个新人弟子 怎么会有金色令牌 金色令牌是处运世界破例给的 处运 怪不得一个新人敢和我嚣张 原来有处运做靠山 既然有金色令牌 此事就此作罢 收取押金不符合学院规矩 以后 不可再如此行事 是 我这就废了这条规矩 都散了吧 是 曹师兄 这小的断了我们财落 绝对不能放过他 小的 你给我听好了 我把话撂着 惹了我 在皇武学院待不下去 那就走着瞧 诚哥 这里每一个石柱 都代表了一部功法 藏书阁一共有五层 越上层的功法越强 只有在每一层参务十部功法以上 才能进入下一层 皇武学院资质比较不错的弟子 几乎都在修炼第五层的功法 多谢苗长老解惑 苗长老 你和他们说这些也无用 这些新人弟子想要进入第五层 没有个几年时间 简直痴心妄想 这位陈师弟 师兄在第五层等你 可别等不到你上第五层 师弟你就出意外了 不会的 也许等会儿 曹师兄就能见到我了 嘴硬 系统 烈阳剑的修炼时间 向后调节五十年 增加了五十年的修炼时间 我对烈阳剑的领悟 已经达到大圆满 但是烈阳剑威力太小 对我的战力几乎没有帮助 第一层的功法 果然都是低端的功法 还是要继续去修炼上面的功法 诚哥 我觉得我也快要领悟第一部功法了 恭喜 你呢 我领悟了十步了 哦 十步 啥 十步 我的天 真的假的 那你可瞧好了 通过第二层的屏障了 这么说 陈道真的领悟了十步功法 这是什么妖孽 这才短短不到半个时辰 就算玄武学院的天才 也做不到吧 诚哥 何事 你永远是我哥 哦 第二层的十步功法 也已经休息完毕 不愧是皇武学院 大部分第二层的功法 已经比陈家的好了 第三层 打卡成功 恭喜曹师兄在四层又领悟一套功法 这已经是第十套了吧 三年了 我终于可以 登上第五层了 也不知道 那个冒犯曹师兄的 陈道怎么样了 他 还能怎样 肯定还在第一层 估计现在 连领悟一套功法都费劲 以他做事 那就是个跳梁小丑 我进入第五层后 他和我的差距越来越大 以后他在我眼中 只是一只蝼蚁罢了 是吗 陈道 我没看错吧 你怎么会来到第四层 想知道 肯定有猫腻 这家伙怎么可能这么快进入第四层 我们可是足足用了十年 告诉你们也无妨 你听好了 院长是我二舅 我想进入第几层 就进入第几层 什么 惹了不该惹的人 自己好好反省 这陈道 有这么大的背景 我们是不是惹祸了 院长的外甥 这该如何是好呀 你 是不是傻 院长是女的 怎么可能是这家伙的二舅 对啊 我怎么忘了 院长是女修士啊 这家伙敢骗我们 曹师兄 让我教训一下这小子 不用 在这里动手 要受到学院责罚 那怎么办 看着他在我面前嚣张 你们去举报他 偷入藏书阁高层 可是重罪 曹师兄想得周到 这家伙好些就是陈道 我们这就去举报他 接下来 我要进入第五层了 第五层没有真材实学进不去 那陈道就是再搞猫腻也无用 因为这里的禁止 是院长亲自加持过的 系统 玄兆青的修炼时间 向后调节五十年 五十年的时间 我竟然没有炼成这玄兆青 太废了太废了 要是没有系统 我就是个纯纯的大废材呀 换个石柱试试其他的功法 成功了 第五层的功法太难了 这么多年了 还是没有参加成功 苗长老 何事 苗长老 刚才那个叫陈道的 新人弟子 胆大包天 竟敢在藏书阁作弊 作弊 他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 短短半个时辰的时间 竟然上到了藏书阁第四层 半个时辰上到第四层 此事当真 千真万确 这不是作弊 这不是作弊是什么 亏苗长老刚才还帮他说话 这家伙就不是个好人 曹明 背后说人坏话 要烂舌根的 陈道 你 怎么可能来第五层 我怎么就不能来第五层 废话 别人十年八年 未必能来到第五层 你才用了多长时间 有一个时辰吗 我天骄无双 一个时辰上到第五层怎么了 苗长老 石锤了 这家伙绝对有问题 不能放过他 陈道 曹明说的可是真的 是真的 我用了一个时辰 上到了藏书阁第五层 苗长老 他承认了 他自己承认了 这种人 就该把他关进地牢 不解释一下吗 苗长老 我刚才已经解释了 我天骄无双 笑死我了 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 传奇少女陈素颜 当年都用了三天 才登上第五层 而除了陈素颜 皇武学院第二名 足足用了三个月 才上了第五层 确实如此 小伙子 你不可能比陈素颜 还有天赋 你用了一个时辰 你比陈素颜还厉害 陈道 别狡辩了 你这是大罪 一句天骄无双 确实不能让人信服 不过陈道 我看你也不是 偷奸耍华之人 你给我个合理解释 苗长老 天骄无双 就是我最合理的解释 不能说我有系统傍身吧 死定了 苗长老 我先拿下他 住手 住手 院长 苗院长 拜见院长 这就是皇武学院的院长 没想到是一位漂亮的女修 你就是陈道 拜见院长 院长 陈道他在一个时辰内 通过作弊 他 你先别说话 我问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天骄无双 你知道上一个在本院长面前 这么自信的人 是谁吗 陈素颜 陈素颜是世所公认的人间第一天将 你自信能比肩他 有信心赶上他 院长 这陈道就是个新人弟子 一万个他也比不上陈素颜啊 他就是通过不光彩的手段 进入第五层 请院长 惩治此贼 我让你别说话 你没听见吗 有信心便是好事 至少在藏书阁 你已经超越了陈素颜 什么 院长 这家伙作弊 你怎么 你哪只眼睛看见他作弊了 我 他不作弊 怎么可能这么短时间内登上第五层 他不是解释过了吗 天骄无双 不是 院长 这家伙就是在吹牛 你还珍惜他 你是在质疑我 不敢 这里禁制是本院长亲自布下的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陈岛没有作弊 而是靠着自己的天赋 登上的第五层 这 这怎么可能 院长 曹明诬陷于我 请院长处置他 曹明 回去面壁一个月 我 你有意见 没 没意见 弟子告退 妹妹 这么好的苗子 你亲自收为弟子吧 妹妹 怪不得这苗长老和院长长得有几分相似 原来两人是姐妹 姐姐 既然如此 我就为皇武学院再培养出一个陈素颜来 陈岛 你以后就跟着我修行 日后有我做你的靠山 你可以在学院里横着走 说的都是些什么 别把陈岛带歪了 对了 最近没事不要外出 神魔宗那边有些异动 日常注意些 看招 手下 你 这秦岳武好一个心狠手辣呀 资质不错 是任魔宗 借西年招收的资质最好的弟子了 心狠手辣好啊 这才符合我魔宗的做事风格 秦岳武 你的表现很不错 怪不得能被上宗看好 许诺你天魔的名额 皇武学院 马上要举行机缘争夺赛 秦岳武 这次就派你前去 夺机缘 灭皇武学院弟子 遵命 秦岳武 朱长老 找我何事 在本长老面前 你应该自称弟子 朱长老 找弟子何事 刚才大殿中 你灭掉的是本长老的徒弟 朱长老 那是尸首 秦岳武 尸不尸首 本长老看不出来吗 你虽然被许诺了天魔名额 但毕竟还在人魔宗 明白吗 弟子明白 请长老责返 其实本长老很欣赏你 你无论天资还是星星 太适合魔宗修行了 我听说 你的红丸还在 朱长老 什么意思 岳武 本长老没别的意思 只是想帮助一下晚辈弟子 我这里有一份双修之法 能让岳武你修为大增 朱长老 你认真的 自然是认真的 本长老也是看你有权力 看中你 才选中你双修 怎么样 你答不答应 这么好的事情 朱长老能想到我 我怎么能不答应 很好 不过 宗主刚才提到 让我处理黄武学院机缘争夺战的事情 不如 等我回来如何 也好 岳武 本长老就在后山等你归来 双修 好啊 诚哥 没想到连院长都亲自来了 你以后成就绝对不低于处运师姐 那人是 玉鸣 不认识我了 陈导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陈家不是已经被灭族了吗 你看到了 对吧 你知不知那只巨手背后的主人是谁 我怎么知道 是不知道还是不敢说 笑话 我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你 别忘了 你是我的仇人 你不告诉我 我就揍你 你敢 这里是黄武邪院 说不说 陈导 那人你惹不起 知道了对你没好处 告诉我 我不管他是谁 陈家灭族之恨 不共戴天 我不是很确定 那只大手的主人 有可能是镇国侯 因为我与父亲 曾经拜访过镇国侯 看见他施展过类似的招式 镇国侯 天水王朝实力排名前三的王侯 对 陈导身上 竟然还有这么多事情 陈导 你身怀王侯令 就算是躲在皇武学院 这事也不算完 还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 你躲不掉 躲不掉 就全部干掉 刚才都听到了 听到了 有什么想法 说实话 没听懂 利用时间调节系统 我在藏书阁 学会了大量的功法 整体实力再次得到提升 不过 我自治一半 修为提升有限 必须要利用系统 想办法快速提升修为 此外 王侯令是个定时炸弹 迟早要爆掉 不好 曹明 陈导 意不意外 害不害怕 你想干什么 灭我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在皇武学院还没有人敢如此和我作对 我肯定要灭了你 你不怕院长知道 你可是被院长罚了面比一个月 看见这个阵法了吗 专门为你准备的 可以隔绝一切信息 你就是原地爆炸 也不会有人知道 再说 院长是李万机 哪会时时刻刻盯着我呀 所以 今天你就认命吧 我给你个痛快 既然如此 来吧 怎么 还真以为自己是高手了 还真以为你一个新人是我的对手 曹师兄 喝的废话干什么 办了他 很重 什么 这你怎么可能 滚 我 我到底经历了什么 曹 曹师兄 你还活着吗 还活着 快 带我走 快走 没脑子 活该 陈岛在藏书阁表现如此惊艳 就算是新人弟子 也不是废物能对付的 收了个好徒弟 真是开心呢 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来 约我 约我 我来了 怎么回事 被人打了 你是黄武学院小霸王 排名前十 谁能打你 难道 是楚运出手了 说来话长 那就长话短说 西极黄武学院来了一个新人弟子 叫陈岛 陈岛 你被他打的 那就不意外了 你知道这家伙 自然知道 我这次找你来 一半是为了他 为了陈岛 我和这陈岛有怨 本想借你的手除掉他 现在看来 你还不是他的对手 这小子确实有些本事 不过他在皇武学院跟机前 我不信干不掉他 其实真想要对付他 并不一定要动手 约我 你有办法 还记得你给我的那些废丹吗 当然记得 那都是我从炼丹壳中偷偷带出来的 约我 那些废丹物听说你送给了别人 不会 就是这个陈岛吧 不错 就是他 这家伙还真是命运 竟然没有吃坏的 皇武学院 就算是废丹 死字带出 也是重罪 我明白了 还有一事 我希望你能帮我 约我 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我听说 皇武学院机缘争夺战 马上要开始了 是要开始了 而且这次的机缘 比以往都要珍贵 机缘争夺战 我需要你帮我做件事 约我想让我做什么 等争夺战开启 你到时候 这 约我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现在 是人魔宗的弟子 什么 约我 你入了魔宗 不要慌 在我眼里没有什么道魔之分 只有实力才最重要 最强者 不分正邪 如果被学院知道了 我就完了 不会有人知道 而且事成之后 你如果留在皇武学院 我会送你一枚三转金丹 如果你想来魔宗 我带你生入天魔宗 这 你可以考虑一下 三天后给我答复 姐 你怎么算回来了 我离开这段时日 宗美有什么事发生吗 倒是也没什么事 就是你弟弟我 被人揍了 姐 你就没有什么要说的 揍得好 你平日里在皇武学院 作威作福 借着我的名义 狐假虎威 你以为我不知道 姐 不管怎样 我是你亲弟弟呀 你要不是我弟弟 我就亲自揍你了 但我就白挨揍了 来学院前 我们的死去的爹妈 可是图门让你好好照顾我 没想到 你现在就不管我了 带我去找他 不愧是我亲姐 我真就带你去 陈导 你的灵桥镜基础 要远远强于一般修饰 突破下一个境界 凝石镜 会比其他修饰更麻烦一些 师父 宁石镜 据说是跨入超凡修饰的第一步 何解 因为之前的纳元镜 灵海镜 灵桥镜三境界 是为后面的修行打基础 并没有根本性的蛻变 这么说 纳元镜 灵海镜 灵桥镜并不重要 不是说不重要 事实上 这三个基础境界非常重要 三大基础境界 直接决定了修饰的成长上限 基础薄弱的修饰 在修为高深后 会出现各种问题 战力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折损 所以很多修饰修为高深后 会重修三大境界 明白了 那突破凝石镜 我该怎么做 你去过藏书阁第五层 第五层有一部功法 叫做话语真经 话语真经就是 契合凝石镜最强的 园林之物 已修炼得越精进 凝石镜突破的概率越大 突破的基础也越强 凝石镜契合的 最强园林之物 竟然是一部功法 当真是奇妙 陈达 小爷来了 你给我出来 姐 就是这里 都给我闭嘴 你们几个吵吵啥 谁是小爷 苗长老 你怎么在这里 苗长老怎么在这里 师父 刘蕊 看来你修为又精进了 这次参加 玄武学院试炼 收获不少吧 玄武学院试炼的 天骄众多 确实收获不小 要不是得参加 机缘争夺战 托儿也不会提前回来 对了师父 你怎么在这里 先别管我 倒是你们 为什么来这里 还把门踹坏了 我是来找 姐 别说了 都是小事 苗长老在这里 就不要说了 门都给踹坏了 还是小事 说 我是来找陈导师弟的 他之前打了我弟弟 我是来打他的 打陈导 那你们知不知道 陈导师我新收的弟子 师父 你又收徒弟了 师父还说 独处我一个 没想到这么快 就有新欢了 这是什么 虎狼之词 这个 为师也是 见烈欣喜 主要是这陈导 太让人喜欢了 为师没忍住 就把他收了 这是什么 虎狼师父 娘长老 都是误会 我开玩笑的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站住 你打过他没有 打过 刘蕊 你是他姐姐 对不对 对 皇武学院规矩 个人矛盾 不允许牵连他人 我说的可对 对 既然都对 新仇旧恨 就让他俩自己对局 了结此事吧 可以 姐 我 我不行啊 你是我弟弟 不能送 姐 我是来找你帮我找场子的 不是我自己找场子的 但我师父说的对 如果你这次还是输了 等那天我师父不在了 我再给你找场子 来吧 苦了 苦了 我苦了 饶命啊 门具给我修好了 陈长 门修好了 没什么事 我 陈长 你们滚出来 我的门 今天咋了一个个的 能和你们有仇吗 陈长 苗长老 你也在 你脚痒痒吗 为什么踹别人家门 苗长老 听我解释 我是来找陈长问罪的 这家伙违背了 皇后绝约的愿规 我是在问你 为什么要踹别人家门 门招你 折你了 苗长老 我现在怀疑 陈长偷欠炼丹阁的丹药 所以呢 你为什么要踹别人家门 我错了 我不该踹门 这事和门无关 我 滚去修门 苗长老 门修好了 有什么事 现在说吧 长老 最近丹房弟子检查丹药 发现大量废丹不翼而非 现在我们怀疑 陈长偷气炼丹房废丹 证据确凿 请苗长老 下令拿下此人 证据确凿 曹明 拿出你的证据给我看看 陈导 敢不敢让我检查你的储物件 这陈导被我打得一个措手不及 那些丹药一时半会儿用不完 此刻那些丹药 肯定还在他身上 看来当初 岳武郡主给我的那些废丹 是从曹明这里得来的 陈导 怎么不说话 做贼心虚了 曹明 你这么肯定我在丹房偷废丹 我为什么要偷废丹 你家闲着没事吃废丹啊 我怎么知道 也许你自己脑子不清醒 分不清丹药的好坏呢 苗长老 我看 这陈导在拖延时间 根本不敢把储物件给我们 此事动静不小 如果你污蔑我 这可对我影响甚大 如果污蔑你 我曹明给你跪这磕头赔罪 陈导顾左右而言他 明显是心虚了 很好 拿着 请苗长老检查 不用 你来找事的 你自己检查便可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自己检查更放心 丹药应该就在这个箱子里 果然如此 你们都看到了吧 这么多丹药不是偷的 哪来的 我靠 怎么这么多丹药 这些丹药 苗长老 我先拿下陈导 交给你审问 苗长老 你为什么还打我 难道现在 你还想袒护陈导吗 废话 陈导是我弟子 我不袒护他 还袒护你这个瓜皮呀 既然如此 我只能找院长做主了 苗长老 我也是皇武宣言的弟子 陈导偷窃丹房废丹 正确劝早 你就算灭了我 也保不住他 蠢祸 哪来的废丹 睁开你的狗眼自己去看看 杀 不是废丹 这怎么可能 药力饱满 药香扑皮 这分明都像是刚炼制成的新丹 根本不是过期的废丹 这怎么可能 那些废丹呢 陈导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问我 你还敢问我 苗长老 陈导这么多丹药 有问题啊 把他抓起来 侯 有什么问题 有 有 陈导这小家伙 哪来这么多丹药 数量几乎赶上单房的库存了 曹明 跪下 给我赔罪 做梦 陈导 你哪来的这么多真丹 说 你从哪里偷的 你是不是又去单房偷真丹了 蠢货 刚才你们自己说单房真丹一颗不少 丢的是废丹 现在给我跪下赔罪 不可能 你算什么东西 你绝对有问题 你跪不跪 我跪 神导 只能屈我记下来 给我等着 曹明 之前让你面壁一个月 你竟然私自跑出来 而且还跑出来故意诬陷我徒弟 谁给你的胆子 苗长老 我错了 我这就回去面壁 不用了 来人 苗长老 把曹明拉到中门广场 瞅五百零边 什么 苗长老 绕命拉我错了 绕了我 不能这样 曹明这家伙 没有一次准时吗 苗巫 我来了 你这是怎么回事 上次的伤明明快好了 苗巫 我答应你 上次的事情我答应你 很好 虽然不知道你受什么刺激了 但这样做是最明智的 我有一个条件 一定要干掉陈导 不要让他活着走出机缘争夺战 放心 陈导是我早就想要对付的 他在我的臂王名单之上 黄武学院十年一次的机缘争夺战 今日开启 废话不多说 能获得多少好处 大家各凭本事 各凭机缘 这些 你们应该都明白 大家进入传送阵后 会被传送到荒谷大陆的一处古城 那里已经被探查过 不会有极度危险的存在 但是一不小心 还是会丢掉幸运 想去的 直接进入传送阵即可 走 能不能升入玄武学院 就看这次机缘了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了啊 舍不得自我 怎么能提升修为 我也去 我还是不去了 我是家里的独子 我没了 我父亲的百万黄金 谁来继承啊 我也不想去了 我家里刚过定了婚 我没了 我未婚妻嫁给谁啊 诚哥 咱去吗 你怕了 我不怕 我听诚哥的 跟着诚哥混 进去吧 大仇未报 我不能放过任何 提升实力的机会 秦岳武 待此次胜利归来 你入天魔 将会成为魔宗历史上 最快胜入天魔宗的弟子 魔宗上下 都很看好你 宗主放心 我必会竭尽全力 岳武 本长老也等着你胜利归来 我到时候单独给你庆祝 朱长老有心了 这地方 竟然如此残破 这是一座废弃的古城 在荒谷大陆上 这种废弃的古城有不少 至少被玄武学员发现 并探索的古城不下几十座 每座古城里 或多或少 都有些机缘存在 当然也有危险 荒谷大陆 是什么地方 不知道 每次我们只能通过 传送阵前来 据说 是在另一个维度空间中的世界 当年被发现的时候 这片大陆 已经残破不堪 生机灭绝 没有在这片大陆上 看到过有修饰存在 这里的机缘怎么寻找 很简单 去这些残破的房子里面 里面有残留的法宝 丹药 或者其他宝贝 我先去看看 什么都没有 那个陈哥 你刚进入的 只是一座普通的庭院 想要找宝贝 需要去那些豪门大族 那些世家里面 才有残留的宝贝 据说 曾经有弟子 在一处成诸府 找到过一方大业 最后 被祭练成了一枚天际法导 威力无求 既然如此 我们继续寻找 这座废弃的绳齿很大 应该有不少宝贝存在 救命啊 别追了 先来救救我 别追了 好恐怖的幽数 陈哥 若这里有神兴符 我们赶紧跑吧 不用 你上开 可不如此 这只恶骄 你们是在哪里遇到的 那边有一个大宅子 我们还没进去 这个大家伙就冲出来了 只有我活下来了 恶骄这种摇手 生活在水中 一般被当作锐手 在家中饲养 恶骄具备一定的攻击性 所以能养恶骄的 一般都是世家贵族 陈哥 你想去那边看看 可是 是不是有些危险 富贵险中求 走 秦师姐 还不开始吗 我都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去狩猎那些 皇武学院的学员了 哼 时间差不多了 皇武学院的学员 现在已经分散开了 开始行动吧 就是这里了 进去吧 这是什么 一把剑 才智不凡 可惜灵气已经消失殆尽了 用处不大了 给我 西头 此剑时间向回调节五十年 这 程导 你是怎么做到的 没什么 你刚才没发现 这把剑被封印了 我只是解开了封印 这要 好剑 这肯定不是一户普通人家 去里面看看 有什么宝贝 好多兵器啊 可惜 这些兵器无人酝氧 已经失去了灵力 收 圣哥 这些废兵 你还要他们干什么 不会你又要解开封印吧 废兵也是兵器 我自有妙用 再去找找看 之前二皇子给我的那本剑经 我耗费万处灵造 才练成了第一剑 第二剑比第一剑消耗的资源 更是多无数倍 因为想要练成第二剑 需要练化十万把零件 吸收 才能成功 之前我以为这第二剑 绝无可能练成 现在看来 这里是个机会 陈哥 怎么办 通往湖心岛 需要经过这座墙 可以肯定 湖里没有妖兽存在 危险无比 确实危险 你在这里等我 我一个人过去看看 果然这些畜生都在湖里 可恶 零件轻易被咬断 这一点恶脚 明显比刚才的墙上不少 诚哥 不行就回来吧 阴刀 还是阴刀的威力大一些 咱们 快了 把山腰的湖心倒了 这里恶交太多 不能恋战 这么大大要手 不好 陈哥 快跑 堵不开了 完了 被如此一击 一般人早就被拍碎了 诚哥恐怕也扛不住吧 怎么办 诚哥 你可不能亡啊 好疼 身子像是散架了 多亏了这件防御法宝 玄印宝珠 替我抵挡了大部分攻击 看看这里有什么宝贝 就是 我的天 发财了发财了 这么多兵器 果然灵气都散尽 成了一把把废病 不过 我有系统 捕光 系统 此剑时间 向回调五十年 可以了 此剑恢复了往日神采 系统 这座宝库内 所有的剑 时间全部向回调节五十年 大多数剑 都恢复了往日的灵力 还有一部分没有恢复 五十年的时间调节 有些不够用了 看来要尽快升级 让时间调节的范围 更大一些 陈子的机会 直接开始修炼第二剑 第二剑 十万把零剑 进来 变化 吸收 诚哥大概率凶多吉少了 接下来怎么办 吸收了如此多的零件精华 我体内的灵力 似乎产生了质变 更加凝视和坚韧 吸收了差不多有五千把零剑 虽然对于第二剑的炼成 还遥遥无期 但我的实力再次提升了一些 该出去了 灵虎还在外面等着我 这么长时间了 诚哥还是没消息 怎么办 该怎么办呢 算了 我还是赶紧回皇武学院班救兵吧 诚哥是死是活 也要让人看一下 聂处 诚哥 再来 诚哥 你现在岛上躲着 我去找人来救你 不用那么麻烦 解 来 我去 倒干掉了恶枪王 别愣着了 继续去下一家 神魔虫 你们竟然也进来了 我拦住他们 你赶紧去通知其他人 上 一个回忆 我和你们拼了 他跑了 小子 别跑了 停下来 我给你个痛快 曹明师兄 快 神魔虫的弟子追来了 救我 刘师弟 有我在 安心 走吧 曹明 你 还没有找到陈导吗 没有看到他 应该还在某处探索 此地太大了 每个人都在不同地点探索 这样下去太慢 曹明 你想办法把黄武学院的弟子聚集在一起 或一网打尽所有人 好 灭尘岛的时候 记得让我了结他 放心 到时候你想怎么虐待他都行 半天都看不到一个人影 你确定这是去城主府的方向 十分确定 根据这座城池的布局 城主府肯定在这个方向 话说 不是说大部分黄武学院的弟子都来了吗 为什么我们一路上 没有见过几个黄武学院的弟子 诚哥 这座废城太大了 大家都在各个区域探索 而且 这次来的多是新人弟子 那些老学员们 更多的是在为升入玄武学院做准备 就是这里了吧 诚哥 就是这里 这里绝对是全城宝贝最多的地方 如此辉煌的城市 城主府保持得如此完好 不知为何生机断绝 而且从这里的宝贝等级来看 这里的修饰应该也十分强大才对 之前学院里也调查过 据说这处世界 应该是被一个无与伦比的强大存在 一瞬间抹去了生机 一瞬间灭掉了一个大陆的生机 这是何等强大的存在 而且 这还只是学院探索的其中一个事件 据学院推测 这深空之外 有诛天万剑 无比辉煌 诛天万剑 希望有机会能见识一番 这里应该是控制城主府的阵法机关 利用这里的机关就可以开启宝库 不行 这些玉石已经失去灵力 没办法启动大阵了 我来 这 诚哥 别说你又解开了枫叶 差不多吧 赶紧开启宝库 我们进去 进去吧 这里是 一个小空间 没想到城主府的宝贝 储存在这个小空间中 这已经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看来这里的城主 以前是一位大修行者 小心 有妖兽 诚哥 这应该是这里的看护兽 都达到了三千 三千妖兽 一般只能凝食精的人才能对付 你现在临瞧境 要不我们先出去找人 一起来探索这里 不用 让我试试手中的剑 闪 好家伙 诚哥的实力又提升不少 这是灵桥竟该有的战力吗 这等实力 在天舞学院 估计也能有一席之地了 此地是城主府 这座费城最核心的区域 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最终 大家应该都会来探寻此地 很好 我会在此布下陷阱 你迅速联系黄武弟子的学员来此 到时候 一网打尽 约武 这事风险太大了 万一 没有万一 这些人被灭之后 只有你一人活着回去 那时候你就是黄武学院大战人魔宗的英雄 而且承诺给你的好处 一分不会少 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灭了陈岛 既然如此 看了 我这就去联络其他人 其他人 随我进去布阵 前辈没路了 天地人三个石像 这有什么寓意吗 诚哥 我觉得这三个石像 应该就是承诸府真正藏宝的地方 看不出你懂得还挺多 你的意思是 我们选择一个石像进入的话 另外两个就会自毁掉 大概率会原地炸掉 试试 给我 开 果然如此 出现了一个进入的通道 我猜对了 石像原地爆炸了 太可惜了 另外两个宝库我们进不去 好东西拿不到了 不可惜 我全都要 啥意思 先进去人子石像看看吧 这座宝库竟然有如此多的俘虏 小心 我靠 躲不开了 还好 只是晕了过去 没想到这里还有妖兽看守 本来只能斩了你了 不容易 终于斩杀了 这里的看守妖兽实力不错 果然 俘虏上的灵力也基本黯淡了 需要时间调节 让他们恢复往日的威力 系统 这座宝库中所有浮路时间 向回调节五十年 系统 两个炸掉的石像 时间调回两个时辰前 开 另外两个石像果然又炸了 现在去弟子石像收取宝贝 很好 这座宝库中竟然全是丹药 正常宝贝 多说无意 斩了你 帝子石像宝库中的看守妖兽 要比人子宝库的厉害许多 果然 会说话的妖兽就是不一样 曹明师兄是通知我们在这集合吧 就是这里 据说 城珠府有大机缘 需要大家一起动手 每个人都能分一杯羹 通知我们在这里集合 曹明师兄人呢 不知道 一直没看到他 姐 这次苗长老不在 你可说过 要给我找回场子的 行了 我知道了 啰哩啰嗦的 一路上就替你念叨这事了 你念叨不行了 实在是这陈岛 给我太大的侮辱 姐 你也不用把他怎么样 让他给我跪下认错就行 一会见到陈岛 我会出手教训他 以后这事别再来烦我了 不愧是我亲姐 你放心 以后欺负人的时候 会先评估对方的实力 你还真是勾改不了吃屎 是刘蕊师姐 刘蕊师姐来了 我们总算是有主心骨了 曹明人呢 这里宝藏在何处 没看到曹师兄人 接我一箭 能伤到我 说明你很厉害 但也就这样了 你根本无法真正破掉我的防御 是吗 不用枪中阵队 你所有的底牌都用完了吗 接下来该活了 恰恰恰恰相反 我底牌刚开始路 去 威力不错 但就一张俘虏 还不够 一张不够 那就一百张 小样 不是防御墙吗 这些丹药 要比岳武郡主 给我的皇武学院的丹药 等级高不少 实际上 之前那些丹药 已用处不大 毕竟随着修为提升 继续快速突破修为 则需要更高级的丹药 现在这里有如此多的丹药 就在此突破一下 凝石镜 这里的丹药 很多都是可遇不可求 现在我竟然这么快 就突破到了凝石镜 回到学院之后 只要契合了元灵之物 就可以彻底达到凝石镜 怎么回事 我的身体 我体内有什么东西 在剧烈吸收 我体内的灵力 不行 这样吸去 我会被吸成人干 不行 一瓶弹药不够 要继续补充 体内的灵力 我已经吃了这座宝库中 五分之一的弹药了 那股吸力还在吸收 还不够吗 无尽宽广的灵海 和无尽长度的灵桥 看上去还是那么震撼 这可能是我与其他修士最大的区别了吧 毕竟别人的灵海和灵桥都是有限的 这是 原来就是这座凭空出现的浮空岛 在吸收我的灵力 而且 吸收了我的灵力 在不断变大 浮空岛是我突破到凝石镜才出现的 这就是凝石镜的变化吗 之前听师父讲过 凝石镜 就是让修士体内的灵力化虚为实 这座浮空岛 便是我当前境界灵力凝聚的实体 不好 这座浮空岛还在不断地吸收灵力 既然如此 我就让你吸个够 整座宝库的丹药都吃完了 幸亏浮空岛暂时不再吸收灵力了 浮空岛又大了许多 不知道浮空岛的作用是什么 上去看看 这是 这是意志力和精神力的威压 我的神魂在这股威压下 在不断地成长 万万没想到 这座浮空岛竟然可以增强我的神魂 陈岛人呢 也没看见 大家稍安勿躁 再等等吧 这是我的神魂 我的神魂竟然可以体外显现 这是大修行者才具备的神通啊 这座浮空岛简直就是个宝贝 竟然短时间内 让我的神魂强大到可以体外显现的地步 不愧是吸收了整座宝库的丹药 才形成的浮空岛 现在先出去 以后要多来石海中锻炼神魂 记得吗 两个炸掉的石像 时间调回两个时辰前 给我开 果然如此 第三个宝库中 是武器 那就全部吸收掉 这都多长时间了 来 曹明师兄人呢 把我们叫过来 自己不见了 有事呢 再不来我要走了 这不耽误事吗 人怎么还不来 咱们散了吧 还有事呢 各位师弟且慢 曹明师兄 你可算来了 你去哪儿了 说好的城住府有大机缘呢 机缘在哪里 不急 这份大机缘 要大家齐心协力 才能拿到 我皇后学院的弟子 都到了吗 曹明 别废话 都差不多到了 都到了 不一定的 我怎么没有看到陈岛 少他一个又怎么样 赶紧开始吧 说了 不急 可恶 这个陈岛怎么没来 我可是专程来灭你的 曹明 我没空和你磨叽 我先走了 佑蕊 站住 曹明 你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 你一副对我高高在上的样子 我对你这样说话怎么了 老子不就排名比你低一些吗 对我爱他不理 我早就看不惯你了 曹明 你吃错药了 信不信我姐臭你 你们这些人都给我听着 今天一个都走不了 什么情况 曹明疯了 有些不正常 拿两把枪就好了 嘿嘿嘿 你们待会儿都要跪着求我 姐 打他 事出反常必有要 我总感觉那里不对 先离开这里 这什么 什么情况 王 是谁所抄击我们体内灵力的大臣 我体内的灵力在快速流失 这样下去我们岂不是毫无战力 曹明 你给我个解释 可蕊 看你姿色不错呀 我待会儿玩够了再斩你 我先找了你 好 我先找你 萧 我 你 我 我就 你 你 我 你 你们都亡了,谁会知道我干了什么。 吸收了如此多的零件精华,我体内的灵力在持续变质,更加凝实和坚韧。 吸收了差不多有一万五千把零件,算上之前的有两万把。 虽然离十万把临近的大臣还遥遥无期,但实力再次提升了一些。 现在该出去了。 时间过去多久了? 已经差不多有十个时辰了。 有些不对劲儿。 往年最多三个时辰,就有弟子从里面出来。 这次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见人? 嗯,时间是有些长了,会不会这些弟子们找到了大机缘? 盖里很小。 不好。 爹,怎么了? 神魔宗的气息,有神魔宗的弟子也进去了。 什么? 魔宗和我们学员一直是死对头,他们进入肯定没好事。 那怎么办? 现在通道只出不进,也没有办法派人进去。 这次进入的,战力最高的弟子是谁? 刘蕊,论战力排名他最高。 楚运等人因为准备玄武学院的考核,没有前往。 刘蕊? 他一个人恐怕独目难知。 对了,还有一位新弟子,也就是我新收的徒弟,陈导。 陈导? 这名弟子确实超乎寻常,但是毕竟是新人,修为尚浅。 那怎么办? 作为代弊吗? 我们根本没办法崩投里面的弟子。 先进观其变。 如果这次我皇武学院真的死伤惨重, 本院长定不会放过那人魔宗。 人魔宗妖人! 斩! 不自量力。 糟糕,被这座大阵抽离了太多灵力, 现在有些气力不止了。 哼,这些人现在基本都没有反抗之力了, 都斩了吧。 是! 好久一个活得不了! 神魔宗,你们太卑鄙了! 皇武学院不会放过你们! 斩完了吗? 神爱求救我吗? 为何没看到陈导? 不知道,那家伙一直就没来。 先不管他, 这样了这些人, 回头再去对付他一个。 他插翅难逃。 啊! 肯命吗? 家辈子别再用皇武学院! 谁? 是我? 陈导? 好啊, 这家伙竟然自投罗网, 真是太好了! 陈导, 别过来, 赶紧逃出去找救援! 不急, 先陪他们玩玩。 别, 别进来, 这座大阵专门充取灵力! 不进来, 怎么陪他们玩? 陈导? 这是什么操作? 看不明白, 也大受震撼! 这家伙是傻了吧! 既然他自投罗网, 那就干他呀! 哼! 全力运转大阵, 让他成为妄中之鞭! 陈导, 你拖大了, 进来之后不消片刻, 体内灵力就会被抽取干净! 那我就让这座大阵消失! 西斗, 把子弟布局向回调节五个时辰! 陈导, 陈导, 等你手无腹肌之力的时候, 我会亲手斩了你! 身法怎么突然消失了? 这, 这是, 怎么回事? 上次也是这样, 陈导让我的大阵凭空消失了, 这陈导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他身上, 难道有什么特殊法宝? 干得漂亮! 等我恢复一些, 先打了曹明这个叛徒! 陈导, 赶紧斩了他们, 不能让他们恢复了! 放心, 今天这里所有闪, 插翅难逃, 斩巫社, 一个不留! 你们所有人, 都退到我身后! 快, 所有人, 退到我大哥身后! 小子, 你想干什么? 一个人对抗我们! 陈导, 没有拖大, 会丢命的, 拖延时间等我恢复! 无妨!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我, 一人占你所有! 可是不小啊! 可恶! 还有我! 我是我大哥腿上的挂架! 随分被人装了! 让我看! 两个, 给我看! 这陈导, 实力又增强了许多! 所有人, 不要留守! 一起斩跌陈导! 斩了这小子! 杀! 年轻开山!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 我哥, 就是你! 姐, 春导这也太猛了吧! 你现在还想报仇吗? 不, 不太想了! 不太想了! 月舞, 这, 这怎么办? 不慌! 你和我一起上, 我也必就不能斩来这陈导! 金月舞, 没想到你竟然堕入魔道, 今日也该做个两断了! 这陈导实力增强了这么多, 真的有把握吗? 不行就撤吧! 撤? 你甘心吗? 放心, 我在任末宗修起至高魔法, 有信心斩了他! 我不甘心! 既然如此, 我信你, 斩了他! 上! 陈导, 我信你是我二人的对手! 二人? 哪来的二人? 傻子你再看看! 秦月舞, 你撑我! 我去追秦月舞, 你们清理剩下的! 怎么不跑了? 跑不掉, 还跑什么? 脚兔有三窟, 你秦月舞就是有十三窟, 你不跑肯定是有原因的, 不过我现在没兴趣知道, 我斩了你就好。 停下, 陈导, 都是老朋友了, 你曾经还喜欢过我, 就不能聊聊吗? 陈导, 你的实力为何提升得如此之快? 简直匪夷所思! 要知道几个月前, 你还是个不能修炼的废物! 我凭什么回答你? 陈导, 你想不想报仇? 你知道覆灭陈家的人是谁? 不错, 我确实知道。 不好意思我也知道, 所以你不用说了, 我先灭了你! 郑国侯并不是真正的凶手! 接着说, 郑国侯后面站着的, 是大皇子, 就算是郑国侯出手, 但灭陈家的真正凶手, 并不是他! 大皇子? 天水王朝, 或者称为天水神朝更为合适, 这是一个极其孤老的王朝, 如今, 虽然不复以前的盛景, 但一直想着重现之前的荣耀, 以大王子为代表, 李治, 要复兴天水王朝。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我和你做个交易。 做梦! 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吗? 和你做交易, 除非我疯了! 先听我说完, 我们合作, 一起灭人魔宗! 你再说一遍! 合作, 灭人魔宗!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不用你管, 你只要答应, 我就会创造机会, 到时候你让皇武学院进宫便可, 秦月武, 我还真是看不透你这颗蛇蝎心肠, 与你合作和与虎谋皮有什么区别? 废话不用多说, 就问你敢不敢? 我等你消息, 就算你是虎, 我沉岛也是骑虎的。 不管这秦月武有什么目的, 此时对我, 对皇武学院, 应该有利无害。 这么长时间了, 没有一个人出来, 恐怕…… 不用等了, 里面的人出不来了。 宗主, 直接攻打人魔宗吧, 就算与人魔宗欲食俱焚, 也要讨回公道。 准备一下, 皇武学院即刻出发, 讨伐神魔宗。 姐姐, 等等, 有人出来了? 真的有人出来了? 这次好险啊, 要不是有陈岛师弟在, 透过不开设想。 等活着回来, 真好。 这, 竟然这么多人都活着出来了, 神魔宗难道没有对付皇武学院? 姐姐, 查看过了, 此次我皇武学院, 三人牺牲, 其他人安然无恙, 而任魔宗几乎被全灭。 什么? 我们竟然全灭了任魔宗, 怎么做到他? 任魔宗不应该这么弱啊, 而且他们还是趁我们不备。 难道是刘蕊力挽狂澜, 进去的弟子里面, 就他修为排名靠前? 施尘导, 施尘导在关键时刻, 挫败了任魔宗的阴谋, 拯救了所有人。 臣导, 此子一再让我惊讶。 除了那臣素颜, 他是近些年皇武学院最杰出的弟子了。 此事本该万无一失, 秦月五, 你竟然败了。 宗主, 除了些意外, 计划被一个叫陈导的红武学院弟子破坏了。 够了, 我魔宗做事只看结果, 不问过程。 此事是我问世不利, 请宗主责罚。 我认魔宗很久没有如此耻辱过了, 除了你之外, 竟然无人活着回来, 就罚你。 宗主, 秦月五虽然被寄予厚望, 但毕竟是刚入门的新人弟子, 还望宗主给他一次机会, 不要重罚。 罢了, 秦月五, 此次就不对你做出处罚, 但仅升天魔之事, 暂且搁置。 什么? 你可有什么怨言? 弟子没有任何怨言。 下去吧, 魔宗是用能力说话的地方, 想要仅升天魔, 你就再次证明给我看。 愿武, 走得如此匆忙做什么? 刚才都快助长老替我说话, 不然, 我已经受到了宗主的惩罚。 那, 你要怎么谢我呢? 既然是听长老的。 很好, 懂事。 记得晚上来找我, 本长老在洞府等你。 主长老放心, 我晚生一定到。 郑国侯, 你看这广沙千万间, 住着众生蝼蚁。 他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又有谁能懂本皇子的雄心壮志。 蝼蚁活着还能有什么意义? 大皇子志在苍穹, 天龙之子。 蝼蚁又怎么能明白天龙的存在? 王侯令还没消息吗? 此事, 是老奴办事不力。 这么多年, 终于找到了王侯令, 但, 被陈家少主在最后时刻带走了。 陈家少主? 在何处? 私子入了皇武学院, 这也是我一直没有再次对他动手的原因。 皇武学院? 那就让他在皇武学院待不了。 三年了, 我终于领悟了话语真经第一层, 终于可以契合他内容真正的凝视镜了。 这位师弟, 你虽已修炼, 但契合领悟更高层数的话语真经, 才能在凝视镜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难啊, 领悟第一层都用了五年的时间, 我又不是陈苏妍那种超级天才, 领悟第二层还不知道要多少年呢? 干脆不打, 直接契合迈入凝视镜。 这不是陈师弟吗? 陈师弟力挽狂澜, 在机缘中夺战争救了我们,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感谢师弟。 同门之间, 应该做的。 陈师弟也来领悟话语真经, 莫非也修为突破到凝视镜了? 陈师弟刚入门才多久啊, 就达到这等修为, 天才啊! 陈导, 领悟得如何? 惭愧, 未曾领悟出什么? 陈导师弟别信嘞, 以你的资质, 一年之内一定可以领悟第一层。 这话语真经确实难, 以我的悟性, 根本无法领悟。 恐怕不使用系统, 每个十年八年根本无法领悟第一层。 算了, 像现实妥协了。 系统, 话语真经的熟练度向后调节五十年。 这是话语真经第一层的细心, 陈导师弟这是领悟的第一层。 不对, 陈导师弟身上的细心还在体上。 这是话语真经第二层的机械。 陈导师弟这才入门多长时间, 就领悟了第二层。 上一次还有这种速度的, 还是陈素颜。 什么, 还在体上? 第三层啊, 陈导师弟一日领悟话语真经三层, 这未免太妖孽了。 时领悟了三层, 可惜系统调节只有五十年。 如果是五百年, 话语真经九层, 我绝对能全部领悟了。 领悟了三层, 这是什么古朗之词啊? 陈导师弟, 你是如何做到的? 问你太牛了。 没啥, 常规操作。 常规操作, 这不长的, 我给满分。 朱长老。 进来便可。 乐舞。 长得真是标致, 我见幽怜, 快过来坐。 长老。 不急, 先聊聊。 也好, 聊一聊培养感情。 长老, 乐舞敬你一杯。 不错, 上大, 不愧是本长老看重的人。 长老, 这次失利确实责任在我, 没想到被 皇武学院的一名弟子破坏了。 说好的晋升天魔之事, 被剥夺也是应该, 以后乐舞就待在人魔宗 侍奉长老也好。 其实你晋升天魔之事, 也不是全无希望。 长老, 怎么说? 你之所以能晋升天魔, 是因为天魔宗, 有大人物很赏识你赤父, 灭杀秦王的气魄。 你晋升的天魔令, 其实早就到达人魔宗了。 天魔令, 竟在人魔宗? 所以, 只要宗主点头把天魔令给你, 你就还能直接晋升天魔。 原来是这样, 多谢朱长老。 乐舞, 只要你乖一些, 服侍好本长老, 一旦有机会, 本长老会给你索要天魔令。 我敬长老一杯。 酒喝得差不多了, 该办正事了。 张老, 我扶你。 小美人, 本长老很久没遇到过你这么懂事的弟子了, 就是不知道, 小美人在床上厉不厉害。 小美人在床上厉不厉害。 小美人在床上厉害了吗? 可恶, 小贱人, 你竟敢如此对我? 我绝对要毙了你, 拿命来! 怎么回事? 真是明智! 你, 你什么时候给我下了毒? 老畜生, 现在还想挣扎吗? 乐舞, 我跟你赔偿,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放了我! 你亡了, 你的东西都是我的。 朱卫义,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打我的主意。 我秦月舞是连秦王都敢在的人, 说是你还不简单。 好啊, 秦月舞, 我还真是小瞧你了, 让你成长起来, 你绝对能成为魔宗一带俱博。 但你要灭我, 你做得到吗? 我不信你能留得下我。 拦住他。 你跑不掉。 什么? 我错了, 错了, 饶我一命。 先吹他一条胳膊。 疼吗? 不, 不敢说疼。 给他喂一粒骨血丹。 吃下去。 这, 这是什么胆药? 就算是要命的毒药, 你敢不吃吗? 不敢, 我, 我吃。 吃了这枚骨血丹, 你的命, 以后就在我一念之间。 只要不灭我, 以后让我做什么都行。 以后, 奉我为主。 主人, 我前面的每个进阶契合的园林之物, 都是最强的。 这次宁实境, 如果也要最强, 就必须领悟花雨真经第九层。 第九层凭我的资质, 想都不用想, 只能靠系统堆时间。 而我现在只能调节五十年的时间, 明显不够, 这就犯难了。 系统, 在吗? 我在。 系统, 怎么增加调节的时间, 现在五十年不够用。 契合园林之物, 彻底突破到凝石镜。 没有足够时间, 我突破不了。 还有其他办法吗? 没有。 这就难办了。 难道只能先契合了三层的花雨真经, 彻底突破到凝石镜再说? 但之前的境界, 我都契合了最强的远林之物。 如果再凝石镜拉胯了, 不甘心啊。 要是契合之后, 还能再重新契合就好了。 去找师父问问, 他毕竟见多识广。 陈导, 你来得正好, 上次你拯救黄武学院众多弟子, 学院正在商议给你奖赏。 你想要什么, 可以先和我说说。 师父, 我确实有想要的, 我想要一个方法。 要一个方法? 啥意思? 就是假如我契合了一般的远林之物, 突破到凝石镜, 日后我得到或者领悟了更强的远林之物。 有没有办法再重新契合凝石镜的远林之物? 没有, 至少黄武学院没有办法做到。 黄武学院没办法做到, 那就是其他地方有办法做到了。 既然想契合更强的远林之物, 先不契合不就行了? 日后想再重新契合,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师父, 不要在乎这些细节, 你和我说下方法吧。 一般正常人不会做这种事情, 不过硬要说来, 也不是没有办法。 那就是, 服用凤凰掩血, 便可如凤凰一般, 涅槃重生, 有再次重新契合的机会。 凤凰掩血? 这世间真的存在凤凰吗? 不知道, 按照古籍记载, 凤凰、 真龙、 麒麟等神兽都是存在于世间的。 但如今神话不再显现, 只有在一些遗迹中, 能窥见一些上古的传说景象。 师父, 那在哪里能得到凤凰掩血? 我现在就去。 你去不了。 为何? 因为唯一保留凤凰掩血的地方, 便是玄武学院, 如今你还没有资格去。 晋升玄武学院的考核快要开始了, 以你的资质, 有可能会晋升, 你要不再等等。 没别的方法了吗? 我不想等了。 行吧, 既然你不等, 那只能我带你去了。 师父, 你可以去玄武学院? 你可能不知道, 骑师为师已经晋升为玄武学院的导师了。 本来在这次考核完就去玄武学院报到, 现在看来要提前去了。 既然你着急, 我们即刻出发。 玄武学院距离我们玄武学院很是遥远, 去一次在传送镇上的耗费很是不费。 大阵没能量了, 看来要改日了, 大阵充能需要三天的时间。 师父, 等等, 系统, 大阵时间像会调节到三个月前。 我感觉大阵能量好像挺充足的, 你再试试。 是吗? 阵棋。 奇怪, 能量真的无比充足, 难道刚才我感觉错了? 这里就是玄武学院吗? 好辉红壮丽。 皇武学院对于玄武学院来说, 就是一个村落和巨城的区别, 这里才是真正修行的地方。 来者何人? 此地乃玄武学院, 闲杂人等速速退去。 我们从皇武学院而来。 皇武学院? 还未到考核日期, 你们过来做什么? 原路返回吧。 我已经晋升为玄武学院导师, 此次前来任职。 原来是新晋升的导师, 当时可以来此。 那么, 你呢? 我? 我过来看看。 过来看看? 你一个下院弟子, 有过来看看的资格吗? 少说废话。 你们想干嘛? 只说。 大胆! 怎么和朱锦师兄说话呢? 小子够胆。 那我就直说了。 你想进入玄武学院可以。 一万枚临时的过路费? 没有。 没有? 没有。 那就从我的身体上跨过去吧。 好。 什么? 朱锦师兄。 有些冲动了, 这里可是玄武学院。 没忍住。 下次继续。 比起玄武学院, 玄武学院才是真正的修行之地。 各方面不知道比玄武学院强多少? 玄武学院是最基础的修仙学院。 每次考核, 单独我们学院, 并有无数天教弟子参加。 你可知道, 这天水王朝有多少玄武学院? 不清楚。 我只知道, 我臣服所在的区域, 就一座玄武学院。 穿越以来, 我对天下大事了解的并不是很清楚。 而玄武学院分布在各个区域, 有一百零八座。 什么? 一百零八座? 这么多? 所以, 每次晋升玄武学院的试炼, 竞争十分激烈。 实力最强的玄武学院, 也就三五人晋升而已。 而实力较弱的学院, 只能有一两人晋升, 甚至一人都没有。 大皇子, 就是那个家伙! 一个玄武学院的弟子, 竟然敢对我出手! 陈导这家伙, 竟然自己来了, 要是省得我去找他了。 去, 给他安排得明明白白。 是。 师父, 玄武学院之上, 是否还有更上一级的学院? 有, 那便是帝武学院。 不过帝武学院, 现在来说太虚无缥缈。 玄武学院, 已经近百年无人晋升帝武学院了。 近百年无人晋升? 那帝武学院, 又是何等存在? 现在我们去哪儿? 凤凰掩血, 只有在玄武学院的万藏阁才有。 如果想得到凤凰掩血, 必须经过万藏阁的考验, 可能会有些凶险。 你怕不怕? 不怕, 反而有些兴奋呢。 这便是万藏阁, 玄武学院的藏宝之地。 任弟子取之。 任义取? 倒是有些意思。 这玄武学院, 我喜欢。 万藏阁中, 乃是逐层闯关的形式。 挑战层数越高, 获得的宝物就越珍贵。 每一层只要所付出的代价, 亦获着实力获得万藏阁的认同, 便可获取宝物。 那我进去了。 阳主, 老夫乃玄武学院黄导师。 你并不是玄武学院弟子, 竟敢擅自进入。 来人, 给我抓下来。 住手。 苗导师, 我知道你。 你刚进上玄武学院, 还没有资格组织本导师做事。 你知道个屁。 你敢骂老夫? 老夫, 老夫注意你的态度。 玄武学院摔身, 最好小心一些。 黄导师, 不要说那些没用的话。 我徒弟陈导想进万藏阁, 你就说你同不同意。 自然是不同意。 那如果我非要让他进呢? 那你就是自讨苦吃。 你们石头二人今日, 都要被本导师拿下, 送往执法堂。 老废物, 你还真是不开眼。 陈导, 进去。 我看谁敢拦你。 站住! 跑! 惨夸! 黄导师, 此人还敢动手? 办他! 小子, 这次可是闯了大祸了。 导师拿下你, 你就等着推层皮吧! 苗导师, 你。 苗导师, 你莫非疯了不成? 这里是玄武学院, 不是你撒眼的地方。 一个小小皇武学院精神的导师, 也配合我动手。 我就不客气了, 你我灭! 老家伙, 你也配合我动手。 我师父牛啊! 什么? 你怎么会这么强? 不如问问, 你为什么会这么弱? 好啊, 这次我看谁还抱得了你们师徒俩! 师法肠何在! 废物? 连一个年轻导师都打不过, 还活了这么大年纪。 不过, 惊动了执法堂。 只要执法堂的人到了, 这两人难逃牢狱之困。 到时候, 执法堂堂主谢青山在此。 谢长主, 这对师徒在玄武学院肆意伤人, 请执法堂出手。 先和我说说事情的经过。 是。 苗导师, 此时是你违反了玄武学院的愿规。 按照第127条规定, 你和陈导必须押入执法堂受审。 苗导师, 狂, 你再给我狂啊, 等进了执法堂, 你哭都哭不出来。 说我狂, 我就狂给你看了。 我狮牛掰? 谢长主, 你看到了, 你可看到了呀。 无法无天哪, 竟然只没把执法堂放在眼里, 抓住。 苗导师, 得罪了。 来人, 抓起来。 苗导师, 你会为你的冲动付出惨痛的代价。 恐怕要让你失望呢。 这是, 这是, 子龙勋章? 子龙勋章, 一旦获得, 就算违背愿规, 也只有院长才有权力处罚。 不可能, 子龙勋章只有学院中极其优秀的导致才能获得。 整个学务学院历史上都没有几个人获得。 一个刚入院的新人导致又怎么会有, 一定是假的。 谢长主, 一定要严查呀。 不用查, 这子龙勋章是真的。 子龙勋章的气息, 没办法伪造。 既然有子龙勋章在手, 我们确实没办法抓你。 我们走。 谢长主, 你别走啊, 再查查。 没用的废物。 陪人扇了耳光, 还无计可施。 十三长老。 大皇子, 老夫在。 灭掉子龙勋章持有人, 如何? 院长震怒, 可能会牵连皇子。 事情还没到那一步, 大皇子没有必要为了一只蚂蚁影响了自己。 此事, 老夫走一趟吧。 有劳十三长老。 陈导, 进去吧。 我看哪条狗敢阻你。 拦着。 十三长老? 拜见十三长老。 要倒是, 见到长老还不拜见。 十三长老, 你也要阻我。 手持子龙勋章, 你是院长看重的人, 本长老不会阻你。 万仓哥属于本长老看守之所, 我想问问, 你这徒弟进入, 想做什么? 凤凰掩血。 原来是想要得到凤凰掩血。 这东西虽然珍贵, 但需要的人并不多, 要这个做什么? 做什么, 十三长老就不必操心了。 行, 不说便不说。 巧了, 我这徒弟马飞, 也需要凤凰掩血, 今日也要拿到这凤凰掩血。 十三长老, 你这是故意为难我。 苗导师, 你想多了, 凤凰掩血在这万仓哥赌一份, 谁能得到, 就看各自的本事了。 谁敢给我抢, 我就毙了他。 马飞师兄, 这是在闯万仓哥啊? 那小子是谁啊? 赶快马飞行张。 不知道马飞是长老金传吗? 听说, 是下级黄武权的弟子。 下院弟子也敢来此, 恐怕很难全身而对了。 真的, 如何? 势在必得。 大连不惭, 你一个卑微如楼一般的东西, 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傻缺你等着, 进去后我打废你。 疯了, 我看你是疯了, 竟然能说出这种话。 不愧是我徒弟, 好样的。 院长, 你欣赏了那个女娃娃来了, 好像在万仓哥的方向, 和十三长老起了冲突。 随他们闹, 那女娃娃好像还带着她徒弟过来, 这热闹你不看我看。 马飞, 不用和他们废话, 进去后, 教她做人。 所求何物? 凤凰掩血。 凤凰掩血在万仓阁第四层, 闯过四关即可得到。 什么? 第四层? 确实没错吗? 凤凰掩血竟然这么珍贵, 存放在第四层? 没错。 这万仓哥, 一层关卡一层天, 能闯过第四层的寥寥无几。 打给力过不去, 而这小子, 肯定也闯不过去。 那时候和他打个平手, 就太丢人了。 长老,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们俩都闯过了第四关, 如何分配凤凰掩血? 决战? 既然如此, 我和这陈导不如提前决战。 谁赢了, 谁去闯关。 提前把这小子干了, 就不用去闯关了。 可以。 陈导, 来吧, 我马飞, 今日教你做人。 正好, 我也想给你上上课。 站! 可能使劲出气, 修为还不错, 可惜, 我早已踏入凝石镜末期, 在劫难逃。 你真把爷逗笑了, 就你一个凝石镜末期, 还有优越感了。 你这种, 在我们那儿有一种称呼, 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废物。 让我生气了, 我让你知道谁是废物。 一剑。 怎么会, 倒是用命迹。 废物。 别得意, 再斩它。 可恶, 这一剑为何这么强? 长老, 我剩了, 开始闯关吧。 上去吧。 小子, 刚才你那一剑, 叫什么名字? 喂, 长老, 我不知, 我是从一本无名剑谱上学到的。 无名剑谱, 一共几剑。 只有三剑, 但是每一剑比上一剑难练万倍。 那就对了, 你可知这本剑谱叫什么? 小子不知, 请长老自教。 剑谱名为九剑, 顾名思义, 一共有九招剑士。 一共有九剑? 第一剑就有如此威力, 那么第九剑不敢想象, 会有多么强大的威能。 小子, 不用想第九剑有多大的威能。 单单第一剑, 据我所知, 也就二皇子和你练成, 这天下, 还无人可以练成第二剑。 长老, 那九剑是否在万仓壳中? 不在。 不在? 那在哪里? 九剑虽然难练, 但绝对是等阶颇高的功法。 这等功法, 只存在于帝武学院。 帝武学院? 比玄武学院更高级的学院? 玄武学院已经令人如此震撼, 不敢想象帝武学院, 又是怎样一副场景? 小子, 进入帝武学院这种事情, 就不要想了。 就连纳辰素颜也只有一线机会, 先安心获得你想要的凤凰颜席吧。 看你小子不错, 本长老提醒你, 你只有连闯四关才能获得凤凰颜席, 但这四关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玄武学院只有那些修行二十年以上的弟子才有机会, 你一个皇武学院的弟子, 小心把命丢在了里面。 多谢长老提醒, 我有信心。 第一关通关条件, 半个时辰内打爆十个傀儡铠甲, 超过半个时辰, 则为失败。 打败这些铠甲吗? 那就站住。 有些简单呢。 第一关结束, 第一关用十五十秒, 评价夹等。 怎么了? 谁放了烟花? 什么烟花? 你忘了, 这是万藏阁的烟花秀。 我想起来了, 在万藏阁闯关, 只要是获得最好的假等评级, 就会有烟花秀。 第几关, 出现几朵烟花? 出现了一朵烟花? 也就是说有人获得了假等评级, 谁这么厉害啊? 这还用问吗? 自然是十三长老的弟子马飞。 马飞竟然获得了假等, 果然辞职不凡。 十三长老收了个好徒弟啊。 马飞我确实很满意, 不会让我失望。 马飞, 你怎么出来了? 胡闹, 耿火的假等评级, 不继续闯关, 出来干什么? 假等?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一定是那小子连第一关都没有闯过, 所以马飞就算获得了假等评级, 也没必要比下去了, 他已经赢了。 就算赢了, 也不能如此骄傲, 知道吗? 知道了。 对了, 那小子呢, 怎么没出来? 他去闯关了。 闯关? 那你为何出来? 我, 我是被他打出来的。 什么? 你说, 你还没闯关, 就被那家伙打出来了? 那获得假等评级的, 也是那小子? 是。 笑死我了, 你们三人是来搞笑的吗? 竟然是皇武学院的那家伙, 获得了假级评级。 我还以为是马飞师兄, 喝招都吹了半天了。 废物, 你怎么不早说, 本长老的脸都让你丢光了。 你曾获得假级评级, 并不能说明什么, 玄武学院还是有些人能做, 那小子有本事能闯到第四关, 才算有本事。 院长, 那女娃娃的徒弟可以啊, 竟然在第一关获得了假级评级。 什么时候假级评级, 也入得了你的眼了? 一般的假级评级, 确实入不了我的眼。 但你别忘了, 那苗女娃的徒弟, 可是皇武学院的弟子, 并没有升入巡武学院, 开始真正的残酷修行。 第一层假级, 说明不了什么, 继续看吧。 这一关怎么什么都没有? 天降死娃娃, 一共一百个死娃娃, 摔碎一个, 扣除一分, 获得假等资质, 需要九十五分以上。 天降死娃娃, 啥意思? 死娃娃摔碎, 扣除一分。 这就开始啊, 好歹说一声开始啊。 还好, 切住了。 这, 防不胜防啊。 看来这一关考验的, 是速度和反应, 但是我第一次参加考核, 一开始没适应, 有些麻烦了。 开始没准备, 导致摔碎了六个瓷娃娃, 差一个就可以平假级了。 看来只能利用系统了。 系统, 将一个瓷娃娃, 向回调节到一刻钟之前。 宝关结束, 瓷娃娃摔碎了五个, 获得假级平级。 第二关的考核, 差不多要出结果了。 那陈导, 大概率会被淘汰出局。 第二关考核的内容本身就很难, 而且让人猝不及防。 第一次参加考核的弟子, 出了陈素颜那个超级妖宁。 五十年来, 没有人拿到假级平级。 其他拿到假级平级的, 也都是后面拿到的。 这陈导, 我敢断定, 百分百被淘汰。 苗导师, 本长老只给你这一次机会, 那小子被淘汰后, 休想再进去。 两朵烟花, 是什么可能? 第二关那小子, 竟然获得了假级平级。 一个皇武宣的弟子, 不可能做到。 十三长老, 脸打得啪啪响, 还说不可能呢。 远长, 有意思呀。 那个叫陈导的小子, 第二关第一次闯, 就是假级平级。 也就是有些意思罢了。 愿养你呀, 能让你欣赏的人太少了。 是因为这世间, 真如陈素颜, 苗女娃那样的天骄修士, 太少了。 这一关, 看来是破解阵法了。 但我对阵法一窍不通了。 乾坤道是根据阴阳八卦排列而成, 只有破解其中蕴含的规律, 才能选对正确的通道。 一共有五次试错机会, 一次都不出错, 才能评计假级。 那我岂不是玩犊子了? 以我的资质, 别说破解了, 根本看不懂这八卦百味。 先走一步看看。 石板破碎, 这就预示着踏错了。 谢董, 这块石板时间, 向回条街半刻钟。 不知道这样算不算踏错。 师父, 无需担心, 这第三关, 陈岛无论如何都闯不过去。 为何? 这第三关, 连我都闯不过去。 我曾经闯过不下十次, 根本过不去, 太难了。 给我滚一边去。 石山长老, 马飞说得有道理。 虽然马飞之前被陈岛击败, 但第三关考验的并不是实力, 不是有万里就能过的。 第三关需要闯关者对五行八卦有一定的了解, 而且还要具备破阵的能力。 众所周知, 皇武学院很少教授死雷科目, 只有到了玄武学院, 才会重点学习。 所以, 我断定, 这陈岛必会折几第三关。 又猜错了? 系统, 这块石板时间, 下分条街半刻钟。 我现在只能不断尝试, 不断踏错, 不断地利用系统恢复, 才能慢慢前进。 这样做应该能安全通过, 就是有些费时间。 系统, 这块石板时间, 下回条街半刻钟。 用了几十字系统时间调节, 终于走到尽头了。 顺利通过乾坤道, 零字出错, 平击甲击。 这么长时间了, 那小子肯定失败了。 一般人闯乾坤道, 根本没有这么长时间的。 那小子, 肯定是羞愧之极, 躲在里面不敢出来了。 既然如此, 都散了吧。 漂亮小丑, 炸糊半天, 还是失败。 什么? 三朵烟花, 那小子在第三关 拿到了甲鸡瓶结。 这, 这怎么可能, 我不信。 不信? 你眼瞎了吗? 我的乖乖, 那个陈导果然在第三关, 也拿到了甲鸡瓶结。 这小子, 有些令人意外呀。 不过那小子在第四关, 也拿到甲鸡瓶结。 那小子在第四关也拿到甲鸡瓶结。